林德福委員 委員長 那個主委跟部長 首先我先請教部長 部長 我請教你 因為 新北有那個巴黎輕軌計畫案 跟五谷泰山輕軌計畫案 其實那個可行性研究評估報告 已經在交通部審核通過 但是 這一次 由4200多億 腰斬不到剩2000億 整個軌道建設 那這兩個建設都去掉 因為行政院分別在 今年的8月6號跟9月21號 把這兩個計畫案都打回票 一個是修正之後再報怨 那修正後報怨 會不會列在 前瞻建設計畫裡面 你不要給它列在公務預算裡面 報怨 那兩個案子 本來就沒有在事實意向裡面 沒有在事實意向 所以說這兩個案子 他現在如果這個兩個案子現在是 通過的話你們會不會把它納進去嗎 如果尋攻陷程序的話 是還是可以做 可以做 公務預算 你不要搞在公務預算 公務預算是遙遙無期啦 我太了解了啦 一般的公共建設預算 一年有1000大概300億到400億 我知道啊 問題是你那個公務預算齁 那個時間會拉得很長啦 不會不會 你要是說前瞻那進去齁 他有時效性的齁 我認為他會比較積極一點 他還是會如實編列 他如果儘快的 這個他的綜合規劃如果儘快完 我們工程會就馬上會編進去啊 隔年馬上就會編進去啊 那我反正我還有三年多啦 是 我追這個案子齁 我希望齁 既然已經齁 這個整個 我們的這個 可信性評估都過了齁 那我是希望說 你到時候提的話 我還是會要求你 一定馬上那進去 部長你會不會答應 我們就根據行政意見再做修正 然後再報應 那你行政院有時候 他跟你撒來撒去 那個公主委 這個是齁很正常 因為其實大部分的軌道建設 來來回回都好幾次啊 我知道啊 問題是他已經可信性評估過了 其實後續他只要有 再繼續提的話 你們要去繼續支持啊 你不要 說要列入公務預算 然後就是 找盡各種理由啊 是 我想行政院希望我們再做檢討修正 我們就加速辦理 好啦 那個 反正你們在掌控 我們怎麼要求 你們怎麼做 也只能就是 積極要求啦 那個 公主委 因為立法院七月的臨時會表決 通過前瞻 預算 後續的四年籌編的同意 同意案 而預算續編啊 是由各 各部會陸續的處理 那完成後 再來送國發會來盤整 那 代計畫通過再由主計總處 來編列預算 那請問 這個整個執行預算 從來原來的四千兩百多億 改為不到兩千億啊 這個到底是 蘇院長的決定還是交通部林部長你的決定 你提的是軌道建設 對啊 軌道建設我們剛才提過的就是說 原來在1.0裡面列了三十八項 還是會持續 除非就是在2.0他已經完工了 那2.0就不用再編錢了 那如果他已經 剛才部長有提到 已經掛號進去了 就是看他的進度到哪裡 我們錢就會變到哪裡 所以還是會持續的編下去 不會不見的 因為齁 你 當然 因為行政院講得很好聽啦 尤其那個蘇院長 哇 這個絕對不會少 以後齁 就納入這個 臨度的公務預算裡面 其實我很清楚 納入臨度公務預算齁 那個等於是齁 遙遙無期啦 會長得很久啦 你要是有錢瞻納進去 那個已經絕對是確定的啦 不會啦 那 因為 因為一年大概有一千三百億的話 如果四年 四年加起來也是 十五五六千億啊 那個齁 公務建設預算 因為怎麼講呢 因為齁 這麼大的金額的一個調整 我認為啦 這個不是半家家酒 而是外界在七月零食會的時候 開議前後 都知道這個軌道建設是最大的占比 他的金額很龐大 那現在各界 其實所質疑軌道建設金額遭到腰斬 而且比腰斬還要多 那政府的回應都是 這個項目啊 目前沒有招砍 建設也不會被影響 那行政院核定的計畫 一毛錢都不會少 是 一定是這樣 那 那 請問明明 預算就砍了一半 那為什麼會 這個 預算沒有砍 就等於是腰斬 反正你原來的計畫就是腰斬 你把它改嘛 對不對 那這個其實就是正眼說瞎話一樣嘛 因為 計畫上他稍微往後延的話 那預算是如實編 因為齁 我一直認為啦 交通建設的金額這個挪移很明顯就是出現 計畫內容執行上的疑慮嘛 那請問在座誰能夠保證 這些軌道 預算一定能如期的 呃 這個完成 而且如期的通車 你能保證嗎 呃 報委員就是說 如果他的可行性研究已經通過的話 然後再接著是綜合規劃也通過的話 然後再接著 當然綜合規劃要包括環評 然後環評也通過的情況之下 然後再細部設計 然後他的這個呃 他路然或者是路線的這些土地問題也解決 那 這個速度就會很快 但是比較問題比較大 的確是在就是說跟地方上 比如說環評問題的溝通上 齁等等的一些 還有土地怎麼樣取得的問題 這些都是要地方去比較花 比較多的時間溝通 這些假如溝通好的話 說老實話 工程 我們國家的這個工程技術事實上是蠻好的 我 我是希望說齁 像這些不要齁 虎頭蛇尾啦 既然講了後續 該做的 還是要 讓地方啊 繼續來推 除非你剛剛所提的 確實有遇到瓶頸 齁那沒有話講 那個 林部長 是 我再請教你齁 你有說 這個 沒有任何一項建設被砍 只是預算編列的調整 齁 那 任何一項軌道建設預算金額都很大 齁 那 前瞻1.0有很多計畫是希望 掛號 但是掛號不代表 是最後完成的程序 齁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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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整體的發展齁 其實是希望把過去城鄉發展 施衡啊 齁 那把它補回來 所以其實是累積好幾十年 大家想做的齁 那一次就 都都都拿出來嘛 端出來 那這個時候我們當然 政府是先讓大家有機會 可是有機會不代表 程序會齁 這個不嚴謹 我覺得還是要很重嚴 而且說實在 有時候 剛剛掛號的時候啊 他只是 還要補件啊 那尤其涉及到像 土地啊或者是拆遷啊 環評齁 真的是高度有時候也是 比較 政治性比較高一點 因為齁 你當首長的看法也不一樣齁 有時候某個縣市首長 他現在主張這樣 下一個 像我們台中市的山海環線啊 我當市長的時候很積極啊 我是努力去掛號啊 那現在市長說 他一開始上任就說他不做了 然後大家有壓力 他就說好吧那中央全部出錢 那我們有審查要點齁 我不能夠因為我是台中來的齁 我當交通部長 我就好像不公平嘛 所以我還是希望說 大家能夠配合我們的審查辦法 因為本席質疑說 如果計畫只是在排隊掛號的步驟 那請問那是不是代表 隨時都可能因為 不會掌權者的好物啊 而發生這個 這個 迷修 戰道 暗渡陳昌這個插隊的狀況 會不會 不會 我跟委員講齁 這38項我仔細看過啦齁 其實真的完全沒有政治考量 沒有是 哪個縣市首長比較積極啊 我們相對來講速度就會比較快 那個林部長 因為照你這個掛號的理論 那請問你認為交通部送計畫 說明給立法院 是不是只有呼嚨立委 會不會這個樣子 我態度是非常的嚴謹啦 因為 但是程序要把它補齊啦 因為我也一直認為說 你也當過立委 如果是為了騙取這些立法通過 而採取一些 像是詐騙的手段 那你能接受嗎 我相信你也不能接受啊 我們的出發點是好的啦 但是說結果怎麼樣齁 要大家一起來努力 中央跟地方都一樣 我是不希望說 難道這些執政黨立委 數值真的那麼低 這個也只留意說 跟行政院背書的這種地步 其實我認為那是 不對也不應該 因為 這個政府回應 這些軌道計畫 不是被三減一轉 而是 軌道建設推動的 騎程 這個比較長 如果四年可能完成 那你們就會編列 但是 其餘的就是列在這個 年度的這些 計畫裡面 那我認為說其實 這個 你只要 在 前瞻建設計畫有納進去 它後續啊 它一定會完成 但是你列在年度裡面 其實有的是 遙遙無期 因為 很多 包括首長也好 總統也好 它認為說 這個不是在我任內裡面來完成啊 對不對 它就有一點意態藍珊 那 甚至於會 找進各種旅遊 來 來卡你 我認為其實齁 這些都需要考慮 但是你前瞻 納進去的話 百分之百 它一定會完成 行政院核定的這種重大計畫 都會完成 不會完成 這個不是只是 哪個部會的事情 這整個政府 政府是延續的 好啦 我是希望說 這個還是 這是有原則的做法啦 喔 謝謝 好 謝謝 各位請回 接著請陳蕭華委員 謝謝主席 我們請 主記長 還有 國發會主委 來 公主委 兩位好 兩位好 昨天我有質詢 蘇院長 那有一些這個 質詢內容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也沒有辦法 讓兩位回答 那今天就是再度借這個機會 來請教二位 因為二位對於整個國家的 整個國家的 經濟建設 或者是整個財政 整個這個規劃 是非常重要 那目前我們知道 掃子化非常嚴重 掃子化 那我任教的學校 還有相關的很多學校 大家都是縮緊肚皮 這個很多在減薪 甚至這個違法 在不給老師薪水 現在也都發生了 所以這個疫情造成衝擊 甚至觀光客也不來了 航空業也蕭條了 那我不知道就是說 因為我住南部 我們看到很多道路 或者是很多鐵路 這個車廂都是空的 道路都是暗的 幾乎很多沒有車輛 其實這個情形 跟我們北部 跟台北市 新北市 大家 兩位這個長官 住的這個都市 是完全不一樣的 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這樣的思維 我們現在的這個軌道建設 或者是我們很多開發 不知道是不是適當 所以剛剛說 所有核定的都要做 我真的是深感憂慮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負債 現在說剩餘舉債額度 上於1.5兆嘛 但是真的有1.5兆嗎 那如果未來的特別預算一直編 或者是臨時 總統這個又有這個新的軍購要買 那這樣子是不是會有 會有一些問題呢 那我昨天也提到 現在的問題 還有上次也提了 自籌款的問題 我們地方自籌款 已經造成就是 為了要去償還這個 要去這個準備自籌 所以就要去跟政商結合 就要去徵收土地 所以現在很多建設 雖然很多人贊成 但是也有可憐的少數人 在那邊暗夜哭泣嘛 那這樣的情況 我們整個國發會 或者是祖祭 難道不知道這樣的問題嗎 所以我是想說 還是要請兩位回答一下 現在的軌道建設 我們先從軌道建設來看 或者是從還有一些公路建設 那預算要怎麼編 大家也要平常就要去算 如果已經核定那麼多 那這個預算 雖然你說還是合法 那怎麼去處理呢 主記 好 那先請主記長回答 不要超過30秒就好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您剛才所思的未來的 就是特別預算有1.5兆 事實上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個1.5兆裡面 大概是有 我可不可以拜託主記長回答 我地方的自籌款 的這個 4千億他們要怎麼做 你認為他們要怎麼做 會比較符合人性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個自籌款4千億 是當時後召他們的一種估計 而且這個4千億 你知道現在的自籌款都怎麼籌嗎 你知道嗎 還是給地方去籌就好了 不是你的事 他這個裡面有包括自場性的經費 那你把自籌款的那個 他們的計畫給本席看好嗎 你主記總要知道地方自籌是怎麼籌的 我這裡要等那個他們的計畫審查完了 以後才會到我這裡 所以目前我 你目前有哪個計畫的自籌款嗎 航空城有嗎 南鐵 我可以給一個那個 有一個case可以 我們約個時間好好談一下 地方的自籌款怎麼籌嗎 然後我要拜託主記長幫我看看 這些自籌是不是會去徵收土地 造成這個家破人亡好嗎 好謝謝 好謝謝主記長 那你請回座 那那個 這個國發 國發那個 公主委 現在就是要拜託你幫我看看 我剛才開一個記者會 就是我們的環保單位 沒辦法去認定這個違法的土地 他們沒辦法去看 看出說用目測 因為他們現在是用目測去看那個土地的污染 然後有這個快篩的他們也不用 所以檢察官就無罪嘛 那現在像我 前幾天有講的雪甲工業區的這個爐茶的污染 那你說這個怎麼辦 那現在就是污染 地下水污染土壤 食安 銀水安全都有問題 那你現在又發明一個平價產業園區 你可以告訴我什麼叫做平價產業園區嗎 目前我是講在前瞻裡面嗎 對啊你為什麼發明這個平價 平價就是不用管理嗎 不用污水處理嗎 不用設工業局嗎 那到時候這個廢棄物誰要拿進去到都沒有人管 是這樣嗎 平價是這個意思嗎 現在來講第三期的前瞻 對於這個產業園區來講 當然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地方政府可以提嘛 但是他還是要通過環評嘛 如果沒有通過環評 你不要以為環評是多麼嚴謹的一個制度 我要告訴主委 你沒有跑環評的 我是 我是目前所有立委裡面 可能是走過環評最多的一個人 那我要告訴你 我們的環評是規範很鬆的喔 99幾乎99%都過的 而且他環評通過 他也沒有要求他要做污水處理場 或者是要求地方政府要怎樣怎樣 這個制度面現在是很鬆的喔 如果進入到 據我了解如果進入到 我也要跟你約時間好好來談這個喔 是沒有問題 我是要借這個機會告訴你 公開告訴你很嚴重 是 很嚴重就是說你現在 你現在國發會創造一個平價產業園區 委員這不是我創造的 那誰創造的呢 這個我們所有的計畫是不會提上來 我們來做審議 好那有人提 有人提 那我要告訴你 現在國發會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一個規劃單位嘛 那你規劃單位你要知道說 目前各地的現況 是 我不是說我不是反商 我也不是反經濟開發 我是要告訴 這個是在走回頭路啊 你要讓很多農地余溫都污染了 然後食安也出問題 地下水也出問題 我不是說瘦肉精沒問題 我是說這個問題 比瘦肉精不知道要嚴重千倍萬倍了 好那謝謝主委 就是說這個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問題 好不好意思 那再請交通部長 林部長 部長那個包括航空城啊 包括那個鐵路 還有這個高鐵台鐵公路 都是你轄下的這個建設 是 那我剛剛有提到 南部 中南部 可能啦 南部更嚴重 就是 路很寬 可是沒有車沒有人 鐵路呢 這個車廂 平日都是空的 那我相信你也知道就是說 這樣子的這個情形呢 尤其少子化在衝擊下 有一些這個建設啦 當然我不是說反對 是 一定不一定開發 只是說 這個部分 我想政府有責任要評估清楚 也要讓所有的人知道 包括民意代表 或者是我們的民眾嘛 對不對 是 對不對 那這個部分就是要拜託交通部 一定要更嚴謹的評估 譬如我之前提到 國道7號是沿著其三段層在蓋的 那我不知道我們高工局又要做還評了 那這個部分要花那麼多錢 可能一千億都不夠 所以拜託交通部真的要再重新做審慎思考 因為我們的這個舉債真的是非常的多嘛 我想部長應該也知道 那最後一點時間再拜託部長 那最後一點時間再拜託部長 就是跟軌道建設跟地方因為 會自籌款所以要結合建商或者是經濟開發的這些受害者 就是被土地徵收者 拜託部長一定要以人道的關懷來做協助 因為現在都說 因為那個相關的軌道配合這個建設 都是跟地方政府結合嘛 對 所以你們如果就丟給地方政府 我覺得是非常不負責任的 那包括南鐵地下化跟嘉義這邊都一樣 那請部長回答一下這個部分可以協助嗎 是 其實以南鐵來講 我們也是不斷的 有延後嘛 讓法院也有判決 然後讓地方的一些協調 如果有更好的方案 現在最後有幾戶就是要申請做公共那個 就是捐出來嘛 那這個部分就是要拜託部長跟地方政府協商 好不好 當然因為其實文資保存地方政府還是主政啦 有時候他做的決定我們還 我們也是要遵守 所以到底能不能做其他的認定 他有一個文資審議的程序 那我就代字就會來請求部長 就是要協助協商跟地方政府 好我們會尊重地方政府也會積極去協商 好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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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我們 這個 陳佳華陳委員 那我們繼續齁 來請郭國文郭委員 主席有請我們龔主委還有包括林部長 林部長 委員長 主委部長好 我想那個在第三期的部分 你將軌道運輸的經費做一個調整 到這個數位跟城鄉去 在情勢的發展 尊重你的主政跟專業的判斷 但是我們回顧一下一二期的這一個 先進運輸的這一個經費來說 我個人稍微做一個統計 TOTALLY大概執行了大概是一百二十二億 但事實上在台南的部分 僅佔有這個規劃費用的部分 只有0.8%也就只有一億一千多萬而已 那相調於台南在六都當中的先進運輸而言 特別是在這一次跟台中有一點畢價級區 只是在預算的分配上面 但是台中已經有一個綠線的存在 所以整個六都而言 整個西海岸地區 台南在整個國家預算的配置非常的少 特別跟新北市比較 是新北市的大約55倍 這是我個人所推估出來 因為跟貴單位調資料的時候 一直遲遲沒有拿到 那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這一次的這個比例上的調整 我們從原來的48%掉到這個23% 以對外的一個承諾說 只要是行政院核定的都不用擔心 好 那我們要請教一下那個主委 所謂行政院核定過的 核定過的是在哪一個階段 是可行性評估的階段 還是中和規劃的階段 還是到最後行政院核定的階段 才算是核定 主委能不能馬上說明一下 如果要編到工程款那個部分的話 基本是中和規劃要通過 中和規劃要通過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那這樣我們不免要擔心啊 你去看一下齁 目前為止我們先進運輸 台南市已經非常落後的情況底下 你目前進到中和規劃的部分 唯獨在這一張表當中 只有藍線一起而已耶 主委 那我們的藍線二旗的東延段呢 那我們的綠線呢 只有剛宋審 那我們的紅線呢 又該怎麼辦 主委 難道要讓台南持續的先進因素 一直落後了嗎 主委 報告委員 就是說 他現在已經有在我們規劃會 我們已經有邊進去了 邊進去哪裡 可行性評估 還是到中和規劃的階段 可行性評估跟中和規劃 都已經有了 也就是說呢 你接下來這個藍線二旗跟紅線的部分 包括綠線的部分 都可以進入到中和規劃的部分 預算都沒有問題 對 規劃階段 這預算都沒有問題 但是將來預算的編列 就要回歸到交通部裡頭 公務預算來做編列做爭取 建設的實際建設的部分 一定要到這個階段 好 主委我再請教你 最近台南市政府又送了一個案子 也就是黃線的這個部分 這個黃線的部分呢 它裡頭還有包括生率券的部分 它結合的是整個南科的一個生活圈 這個南科的生活圈送到貴單位去的時候 居然被駁回 應該沒有 它到底送會先送到交通部 那是交通部駁回 那我們請部長說明一下好不好 部長為什麼被駁回 應該是還沒有耶 有 我有去查證過 確實有送 台南市政府也在這邊 我去查證過 他們送了之後都被駁回 應該是 是藍綠紅是黃線 有紅線 有中線 有三條線 那這兩條線 那個部長 我跟你說明一下 為什麼 本期這麼care 這兩 這三 第二期呢 第二期的部分 它連結了下一張 它連結了整個台南現階段 兩個雙引擎 一個 就是既有的南科 現在南科這個引擎是越來越大了 隨著台積電投資三奈米五奈米 還有包括南科三期等等 現在整個全台灣最夯的地區 幾乎科學園區就是屬南科 另外一個部分 整個站在國家佈局的角度上 我們在沙倫設定了一個科學層 綠能科學層 這個綠能科學層就在高鐵站這邊 也就是說呢 你只要透過這一個深綠線 就可以連結到散化地區 貫穿這個雙引擎 就整個區域的發展來說 這條動線是如此的重要 就從TOD的概念來說 這條動線也是如此的重要 但是很奇怪 居然這條沒有被核准 部長 因為我的了解 應該是還沒有送到我們這邊審查 那至於是程序上哪裡不足 因此請他們要送 因為沒有進入到審查的階段 連沒有進入到審查就沒有 那部長 剛剛我跟您聽你剛剛跟莊瑞雄委員的時候回覆 你回覆他 你從台灣頭到台灣尾 你各縣市政府 你都會去跟他進行輔導嗎 就是有關於他的軌道路網 對 軌道路網的部分 他還是要有一個整個地區的規劃 我就沒聽到台南的 當做master plan 那你說什麼 不然外面都說到多人去 你又沒說到台南的 你台南軌道還沒去嗎 那不是 台南的部分就是 當然就是... 你台南還沒去啦 部長沒去沒關係啦 我接你下來啦 好 我們下來一趟好不好 把這一個路網的部分搞清楚 說明白 為什麼這兩個路網的重要性在這邊 他站在TOD的概念也好 站在整個區域發展的概念也好 他都應該先讓他趕快納入可行性評估啦 部長你有沒有同意本期的看法 是 因為根據大眾捷運法 還是要由地方政府齁 對 地方政府提出來嘛 整個都市發展的方向嘛 來規劃路網 那中央市當然審查 當然也會補助 對 可是站在你現在部長的高位 你又當過地方的市長來說的話 你不覺得這條路網是重要的嗎 沒有錯 那因為他有時候會有進和 你看起來每一條都重要 加起來之後 會有一些... 這就是我擔心的地方 本來就是想說 要台南市政府能夠通過前瞻運算 就不用到你的公共預算去進和了 如果能夠先行通過的話 至少可行性評估 欸主委 這個前瞻運算還沒有機會啊 你到時候有沒有結餘款啊 有沒有可能撥給台南市政府來先進 做先行規劃 委員 剛剛部長講的進和不是經費上的進和 是地方的這個路線路網上 地方沒有什麼路網可言啦 你還給他公路路網而已啦 我是說 其實我跟委員講 我們也是有補助台南市政府去 提出他的大眾捷運的路網啦 軌道包括高鐵台 包括像沙輪那邊齁 那個整個未來的軌道好幾條 線在那邊匯流嘛齁 我們不是沒有補助啦 現在就是說他能不能提得出來 剛剛委員講說可能 藍線的部分只知道可行性評估而已 這樣也沒有其他的動線啦 沒有其他的路網啦 我們一般來講齁 你如果再去看待一下高雄 我們會希望他有個路網做主計畫 然後一條一條來推啦 不是說推出來 我知道是一條一條推啦 但是問題是你先騎到一個階段 你現在後面的第一期已經到這個階段 你可以預期到第二期的狀況嘛 第二期的狀況 現階段二期的狀況 人口數成長實在非常非常快 你在看那個之前高雄 高雄的部分他已經延伸在高雄 延伸到高山 甘山道路主 路主已經通過第二期 最近總統下去又答應他要去湖內了 那速度很快耶 那個有一起一起規劃也沒有啊 也是在過啊 相對在台南旁邊就有相對的剝奪感啊 部長 來 委員可能剛才提到那個 當上到入署第二階段 還是要環評通過以後 對我知道了 他已經經過到二期了嘛 他已經政策指示了嘛 創總統的內共啊 環評還是要過啊 我知道啊 他正常要走啊 但是政策已經說了嘛 我請他就說我討不到 總統我希望討到部長和主委的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讓主委和部長收聽一下 部長 可不可以啦 我陪院長 我陪這個委員再走一趟啦 好 那我也請我們同仁先跟市政府要一下 我們先前補助 有關於大台南地區的軌道路網的計畫 那台南市政府的捷運處長也在這邊啊 他們該快的速度要快一點啦 好不好 你也跟他督促一下 輔導一下 就像你輔導其他的縣市 為街頭 輔導到屏東 結果就台南跳過 對不對 我們來台南走一段 好 還有接下來跟交通運輸也有關係齁 接下來 台南鐵路到地下化的時候齁 我們到台灣先跳過齁 下次再問公主委齁 好 南科就是在地處在五月 在漩化 在山化那個地方的時候齁 台南鐵路地下化以後 山化站就要變死發站 這段齁 itor 這我就要說啦 台鐵局提到案子到交通部以後 聽說被打回來 下一張 善化有虛擴 善化加起來是沙倫站 甚至是花東站的齒發站 結果你比以來 台...台體... 體後第二發之後台南那裡 他要替代這個角色 結果到現在都還沒有規劃 五月就送了結果就被推薦 就先做永康段那裡 沒有永康段我會說恥沾嘛 恥沾你應該先輸課嘛 那規劃上你要先行思考嘛 那後天全部都沒有打通 全部都沒有啦 我看你現在狀況也不是非常清楚 這樣我們到時候一併去看啦 好不好 一併去看一併去了解 那請你幕僚單位先行了解清楚一下 謝謝主委也謝謝部長 謝謝 謝謝郭國文、郭主、郭委員 我們繼續來請惠宏泰、惠委員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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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主委,可以請教一下你到國發會來多久時間了? 今年520上任 之前呢? 之前是2016年520上任,然後到一年四個月到經濟部去 問你一個案子 現在網路上也傳了很多叫做東貝光電 你們有沒有投資? 有投資 投資了多少錢? 應該是好像一點多 因為 一億多 當年一億零五百萬 因為那個案子不在我任內 所以我剛才才問你們 是是是 你們現在在追查 你們現在是不是在追查 東貝光電 為什麼 它是 投資當然是要 這個 投資這個產業或投資未來 對國發會一定是投資 經過審查 有三階段審查 第一階段就是 你們現在有沒有發函 該公司說 為什麼你們 我們投資 國發會投資的錢 居然你們拿來償還銀行的債務 有沒有發這個函 據我了解好像發了兩次的函 什麼時候發的函 這個我可能就沒有辦法記起來 在你任內有沒有發過這個函 在我任內 我只知道發過兩次函 同仁跟我講 你們最近發了這個函 最近發了這個函 我就覺得很荒謬 你們在去年 去年一月底 去年一月底 用私募的方式 增資東貝光電 一億零四百五十萬 這家公司你們最近發函說 為什麼我們投資的錢 你們拿來是償還銀行的債務 然後呢 這家公司呢 到十一月 到十一月十號就要下次了 這個是都在網路 觀測站裡面 就可以看得到的 我就把當初的資料 你們去年 這個主席啊 時間再停 讓他們把字搞清楚 什麼時候發的函 好不好 來 你們把那個 時間再停一下 來來來 因為他這個只是新聞稿 給我看而已 這個細部資料 他因為 先搞清楚 先搞清楚 再來會回答我的問題 因為那個國發基金的人 今天沒有來 今天只是 因為是軌道的問題 你搞清楚了沒有 還沒有 沒有 我只知道他有發兩次函 就是去 去函解釋說 我們 主委 最近發喊 因為我 我一給你們調這案子 你們就會覺得我要查什麼了 但是我就去查 一年多前 你們去投資 增資 用私募增資 因為那個家 那家是老公司 東北光電 你們 增資的時候 它的股票面值只有八塊錢而已 人家就講得很清楚 本市私募用途 是幹嘛呢 是償還銀行的借款 人家已經告訴你了 可是你們的 你們內部啊 當時沒有發現 包括你們的會計師都提醒你們說 你們的用途是要償還的 償還人家的銀行債務 可是你們用 你們是用了一個什麼樣的投資名目呢 你們是用這個 用什麼 創 是一個創 人家好像人家是新的創投一樣去投資 結果你們沒有發現 然後到最近 他發現 後來發現 當初我們不是投資 而是在幫他紓困還債 國發基金有那麼荒謬的事嗎 據我了解 據我了解 我說明一下 就是說同仁跟我講的 就是說 會計師的確有提醒 但是他提醒的只是說 這家公司他的存貨比較高 負債比例比較高 就這樣而已 他沒有說 他這個投資以後拿這個錢要去還債 沒有這樣的提示 這個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 主委 主委 我這個表 我這個表給你 我沒有把它投在頭影片上 第二點就是說 這個是人家 人家 我跟你講 審查過程當中 這家公司 上面講的第七點就講得很清楚 本市私募基金的用途 償還銀行債 銀行借款 荒謬 我才知道 國發會的荒謬到了極點 我可不可以說 荒謬到了極點 再講第三遍 荒謬到了極點 那我可以去時間再提一下 我要邀請 交通部長 台北捷運局的主任秘書 來 台北捷運局來 主秘來 你也有在 今天我剛才那個影子 影出來就讓大家知道 國發會做計畫 是亂七八糟 我要說明你又不讓我說 國發會做計畫 我給你這麼長的時間 你們再浪費我時間 主機長你也上來一下 一般的政府 一般政府預算 跟人民不太一樣 人民是 我量入為出 主機長 人民是不是量入為出 我收入多少錢 我然後花多少錢 政府編列預算是 我要出多少錢 所以我才去找多少錢 因為我先 代表說我要先有計畫 再去找預算 對 主機長 我這個話想到對不對 就是在理財的時候 早 是要那個 所謂的是 量入為出 或是在編預算的時候 是要量出為入 換句話說 我先有計畫 我先有計畫 再去編預算 對 從這個計畫裡面 從前瞻計畫 今天 最近要來報告前瞻計 前瞻計 第三期 就是可以看出來 我是先有錢 再去編計畫 完全顛倒了 先把錢 八千四百億 騙到手了 騙到手以後 我計畫再改變 主機長 這是我剛才講的 剛好跟政府的政策 是完全相反的 這就是 這就是國發會 這就是交通部 不專業 胡搞的地方 我請 請教一下 台北市捷運局的主秘 因為 因為這個 前瞻計畫 因為這個計畫 你們主動去跟 當然 交通部就說 各個縣市 你們誰要來申請 你們提出了多少個案子 沒有 跟委員報告 我們最主要就是 環狀縣的第二階段 南北環環 對 你先講給我聽 因為 年度預算是年度預算 因為前瞻預算 裡面有四千多余的軌道工程 因為有這個預算 你們提出的 你們提出 我們有計畫 現在還在走這個流程嗎 你們提了幾個計畫 大聲一點講 是 最主要還是這個環狀縣的第二階段 然後另外 這個 萬大縣的第二期的部分 這兩個計畫 這兩個計畫 對 而且也獲得交通部跟行政院的這個支持 編入這個 前瞻計畫的第二期預算 包括它的細設的費用 不是 以及第三期的 主命 我在問你喔 前瞻計畫 裡面的軌道工程 你們申請了幾項 你們申請了幾項 對 就是剛剛這兩項 這兩項 環狀縣 環狀縣的第二階段 南北 環狀縣的第二階段 是 以及萬大縣的第二階段 第二期 對 第二期 現在交通部核准了沒 都已經核定了 而且也編在第三期特別預算 對 120 120 好 部長我再請教一下 是 那你們現在的軌道工程 攔腰砍半 砍了哪一些的計畫 基本上計畫項目 台北市那個地方 他們有辦說明會 尤其是環狀縣的第二 我有去聽喔 我有聽了三次喔 是 你們 答應人家的就要 就要給他做喔 對 那請問 4千多 佔了48%的預算 你砍掉了 只剩下23% 請問砍掉了哪些 基本上項目都維持嘛 啊 項目都維持啊 項目都維持啊 項目都維持 至於說預算就涉及到 它的進度嘛 那先 那以後的錢 預算是 編在哪裡 編在 這個特別預算 還是編在年度預算呢 目前 只有規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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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前瞻預算 其他的 各自以後 其他的施工 各種預算 都擺在年度預算 是不是這樣子 所謂前瞻2.0 就是針對 我跟你講啊 我在台北市議會 當了十年的議員 我在台北市的交通委員會 待了九年 對 從李登輝先生 一直到現在台北市市長 柯文哲先生 我看過每一條線啊 從由這個點子 規劃一直到施工到完成 至少一條線都是十年以上 你這個前瞻計劃啊 你這個前瞻計劃 前瞻計劃是八年的預算 八年的規劃 你們去做這樣子的設計 平常講就是個片嘛 就擺一點規劃費 現在 我要縮水了 我現在要縮水了 我要縮水了 好 有的計劃就是給 好 我的規劃 我的科目都沒有變 我只是給你規劃費 這就是騙 就是我剛剛問主帝長講的 通常政府預算是 我先有計劃 我再去找預算 你們現在是 我把預算騙到了以後 我再改變我的計劃 公主委 我請教一個問題 報委員 公主委 我請教一個問題 公主委 我請教一個問題 你們在城鄉建設裡面 增加了哪些項 主要還是在原民的 客家的 還有一些文化 什麼東西講過聽嘛 你那個計劃名聲可不可以 欸真的很荒唐欸 今天來講這計劃 你自己手上都沒有 三年九 你認為到台委會來變一片就可以了 沒有那個事 你一下增加了一千多億 你以為變一片就可以了 因為今天主要是講軌道 所以忽然 整個 不光是軌道 整個全站裡面 我要去 我要去再跟軌道裡面來做個比較 你管我問什麼 那題目是軌道 你管我問什麼 那我現在回答 好你回答 第一項 改善停車問題 第二項 提升道路品質 第三項 提升道路品質建設 第四項 城鄉風貌跟創生 創生環境營造 第五項 開發在地型產業園區 第六項 文化生活圈 第七項 校園社區 好 等一下 校園的這一項 第七項 校園這一項是要做什麼 可能要問一下教育部 教育部 是要做什麼 這是你們規劃的啊 國發 國發會在規劃整個計劃 主計處在找 在跟你們配合 在搞這個計劃 請問這校園 校園這一項是要做什麼 我們負責審議啊 審議 我們負責審議 主計長 請教一下 主計長 請問這下是要幹嘛 一個審議 一個邊預算邊錢的 你們兩個告訴我 我不知道 那個是學校運動場 跟教室空間 冷氣 冷氣呢 冷氣 目前 是在另外一個科目 在什麼科目 在那個 也在城鄉建設裡面 是什麼科目嘛 是 它 它就是屬於那個冷氣的那個 功率高級中水以下 學校 你們就不敢講這個計劃 你們剛剛講的城鄉計劃裡面 應該通通編在年度預算 我再講一次 這個問題我已經講了三遍了 學校校園裡面的冷氣設備 早就該編了 因為軍公教的機關裡面 只有中小學沒有 又沒有編冷氣 你們交通部 你們主計處 你們國發會 你們的冷氣 是自己買的嗎 當然都是行隊員的預算 編在你們的去買的 主席再給我一分鐘就好了 然後呢 電費是你們講嗎 也不是 為什麼只有中小學 這個預算 本來就應該擺在年度預算 本來早就該做的 你們歧視小朋友 好 現在你們 騙了8400億以後 只因為一句話 當蘇小惠委員 就是蘇貞昌的女兒 回去跟她的阿公 叫蘇貞昌講說 學校好熱喔 結果呢 一口氣就答應了 做聖誕老公公 把軌道預算的錢 移到這邊來 去做 你先不要講話 我沒有在問你 主席長 移到學校來去 裝冷氣300多億 這個就是你們三個部會的 荒唐的一方 你主計處 到我們立法院來報告 說要8800億 最後三成8400億 然後呢 你國發會 你去審核 一開始你們要審核 根本就不審核 在偏用立法院 然後交通部說 我要 我要 多少 兩三千億 三四千億的預算 去做軌道工程 結果 蘇貞昌 說 我的孫女 需要沒有冷氣 所以我送給 全國的小朋友的冷氣 然後交通部 改變了你的立場 你們根本就沒有立場 就是軟腳蝦 國發會 你說你審查 你審查個鬼 這就是你們三個單位的 我剛剛要講就是要講 講這樣子的事情 叫荒謬 不專業 講更難聽的叫無恥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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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鴻太匯委員 你們三位請回座 來 我們接下來 請高嘉瑜 高嘉瑜完以後 由江永昌 江永昌 達巡環以後 那個交通部的林部長 還有公主委 他們另由要工 就讓他們走 但是由 自長 還有副主委 來帶 要等到江永昌 巡答完成 來 我們請高嘉瑜高委員 謝謝主席 我们请国发会公主委 我们交通部林部长 台北市捷运工程局 王主密 还有新北市捷运工程局 郑总工程师 郑总工程师 好 谢谢 因为现在基隆轻轨 系纸名声线跟北宜高铁的问题 大家都在问 那尤其是前瞻计划 当然我们是希望超前部署 能够看到是更远的未来 台湾到底需要怎么样的轨道建设 那现在被质疑 就是轨道建设的项目 从48% 这个经费缩减到剩23% 当然执行力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我先问一下我们的龚主委 当初基隆轻轨 这个前瞻计划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现在 现在当然名声好像有点改了 原先在1.0的时候 他是就是基隆轻轨捷运建设计划 所以这个基隆轻轨的目的是什么 当初你们核定 他在前瞻里面 他的目的是什么 基隆跟台北之间 有一个通行 是通行的需求吗 可是你现在给基隆人的基隆轻轨 符合基隆人通行的需求吗 如果实际上来看 基隆现在台铁 从基隆车站到南港的台铁站 对他们来讲是最符合需求的 可是基隆轻轨呢 反而没有办法符合他们火车直达的需求 或者是说到南港转运站还要去转乘的需求 甚至连火车都没有 而引起现在的争议 所以国发会当初在核定这个计划的时候 到底有没有看到基隆人的需求 你刚刚讲说通行的需求 就到现在引起了这么大的争议 从106年规划到现在 当初小英总统到基隆的时候 跟基隆人承诺说 绝对会让捷运进基隆 目标2022年通车 结果呢 现在不仅没有捷运 变成轻轨 还连火车都没有 所以才引起基隆人这么大的反弹 但是这些计划全部都在国发会所主导的前瞻计划之下 由各部会执行 所以这样就代表说 我们这个前瞻并没有全面的考量 而现在我们交通部 必须要出面整合 基隆轻轨 系纸民生 跟北宜高铁 现在前瞻计划执行到了一半了 才在做这些事情 让我们去觉得说 各部会之间在这个预算编列 在相关计划的执行之前 没有做这些整合 反而到了这个房子盖一半 才出来说要整合 这后面当然会有很多的争议 所以现在大家问说 交通部我们请问一下部长 就是说现在 大家在问说 那未来基隆轻轨 到底何去何从 那跟系纸民生线 我们非常关心的 本来我们的环品已经通过 预计可能2022最快 2023就可以动工 那现在会不会因为基隆轻轨 跟系纸民生线 包括这个线路重叠等等的这些问题 而导致我们所有的进度 全部又要再延后 跟委员说明 基隆轻轨现在在进行综合规划 最后阶段 还没有完成 所以刚刚提到的 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那个都是假设性的 那为什么现在系纸民生线 在环品过 包括它跟整个台铁 甚至高铁这个北宜 未来的这一段 会有进河 你一条路就这么大 比如说大同路 那你要好几个轨道 轨道又要圈圈 又要火车 刚有可能 这个就是由下而上 各地依据它的需要去提案 那民众最需要的是什么 那是建树不建立嘛 除了大台北入网比较完整 其实北北基 这整个 包括到桃园的生活圈的入网 现在已经到达一个 必须要做整合 所以我们当然 也就交通部 应各地方政府的建议 现在才来做整合 大家觉得说 缓不济及 那到底整合 何时会有一个确定的方案 其实以台北市 它是有个路网 轨道的路网 可是当它跨县市之后 那以前的这种 沉寂的这种轨道 比较缺乏整合 那现在因为已经长大了嘛 现在需要更好的 整体的区域规划 所以才会说 我们现在看好 假设北宜直铁 把高铁列为选项 那系指名先生也要做 就会牵动所有的 其他的路廊的选择嘛 所以刚刚比如 以基隆轻轨来讲 我们是建议 不要只是当做基隆人 通勤南港或台北的一条线 它应该作为首都圈 往基隆的轨道的路网 它会形成一个首都圈 就卫星城市 所以这个方面呢 北北基的三个市长 也认同 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 这个阶段还来得及 来把它整合 这是同样的问题 不管说基隆作为台北的一个路网 它是一个卫星城市 或是一个生活圈 同样就是通勤的考量嘛 对基隆人来讲 最多十万的通勤族 每天要到台北上班 系指也是一样 将近二三十万的人 要到台北来上班 这是同样的一个需求 同样的一个问题 可是不管系指名声线 或是基隆捷运轻轨 都已经喊了二十年左右 而这个东西 是前瞻之前 就已经在 大家在需求的 可是在前瞻计划里面 就没有得到问题的解决 反而制造了问题 所以就说 你这个前瞻计划 有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这是大家所问的 不管是基隆人 或是系指人 所以现在很多 包括林又昌市长 他也讲说 未来基隆轻轨 也不是唯一的选项 有可能系指名声线 会延伸到基隆 这个是我们交通部 现在的考量嘛 就是把北北基 这几条要盖的轨道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系指名声线会不会延宕 再延宕 因为包括环平等等 可能也会受到影响 他已经环平 可能会重新再来 他环平是系指到我们东湖这段 一条轨道的路线 他也可以有优先路段 比如说以系指段 他跟这个基隆 在南港这边的汇流 目前就是现在产生的问题 用到同一个轨道了 那该怎么办 而且以前的基隆轻轨 都只是想要走 那所以说在规划基隆轻轨的时候 没有想到跟系指名声线重叠的问题 当时其实基隆认为说 用Train Tram或是轻轨 可是我们如果从 基隆跟台北的捷运 他就不一定百分百要走 台铁的路廊 他有些可以到人口更多的 那这个在综合规划的时候 我们现在因为系指名声线 也要做 然后北宜高铁也在 也可能要推 然后因此基隆轻轨就产生了联动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 跨县市 一个沉寂交通 轨道路网的沟通平台 所以现在时间刚好 所以部长你觉得 这个沟通平台跟定案 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 我们已经 我们的王国财政策 已经跟三个市长都分别谈过 也意见回来也有复案 我们现在十月中 就会召开第一次 所谓市长会 所以我们现在交通部 已经先有一个复案 那我们交通部的复案是什么 我们是这样子 我们是做个平台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要是求同先存益 那有一些交集 大家都认同的 比如说 假设我们基隆轻轨或捷运要做 就不是只做到南港展览馆 就要做到南港站 对南港站 那先前没有啊 因为先前从基隆进来的轻轨 他觉得只到展览站 也OK 可是如果从大台北发展 这个可能还不足 所以现在共事是会延伸到南港站 这个就是要通过 我们的所谓的北北基 那第二个就是说 到底系指名声线 现在跟基隆轻轨之间的近合 未来是不是变成同一条线 这是大家的问题嘛 因为毕竟两个没有办法 只能择一 你不可能又要轻轨 又要系指名声线 那既然两个变成重叠的时候 就只能择一 那基隆轻轨也弄不下去啦 系指名声线一定要做的啊 所以变成基隆轻轨 必须适应系指名声线 是变成捷运了吗 意思是这样吗 没有 在重叠的路 比如说已在社后 你不可能叫基隆人坐到系指售后 再叫他们转系指名声线捷运吧 那你这样基隆人不是要抗议 不仅火车没了 这个轻轨又更麻烦 还要到系指再转程 不会哦 其实如果基隆到台北是以捷运的路往 他很多站都可以下来 就不是只有到台北车站了 他其实的运量会增加 所以你们认为说 可以用基隆轻轨 让基隆人坐到系指再转捷运 会是基隆人想要的方案 他到南港可以转板南线啊 他可以转高铁啊 他可以 但是他要转程几次 这是一个问题 过去他可能在基隆 他可以直达台北 但是现在他要到系指 再转程你所说的捷运 照各个站去转程 而且这转程之间 可能又花更多的时间 所以这就是现在争议所在 大家希望说 能够一站到底 或是能够延伸 是同一个不用再转程 再转程两三次 基隆哦 巴督也是基隆啦 那如果这边要直接到台北火车站 也是到得了 基隆人可能不认为巴督是基隆 那是完全不同的生活圈 那这个当然就是基隆的定义哦 如果行政辖区应该是包括巴督嘛 对那因为我们本身也是算是基隆人 也在内湖嘛 所以这两个其实在生活圈 跟系纸其实对我们而言都是一个生活圈 所以就通勤的考量来讲 大家当然是希望能够用最快的方式直达台北 而不是希望说到巴督 到系纸 然后你再去转程 这个绝对不会是任何通勤族想要的方案 这个意见在综合规划都会纳入 也就是说本来有通勤同基隆到台北 这不会延到我们现在 我们还是要回复他的权益啦 这不会延到我们现在系纸名声线的规划呢 系纸名声线现在还没有进入到 现在已经还评通过 预计2023年会动工吗 我们是不是先请这个新北市 这个捷運局跟台北市捷運局来跟我们回复一下好不好 系纸名声线现在是从系纸延伸到东湖 那在大名声社区这一段 现在的进度是怎么样 是跟委员报告 因为根据现在的审查作业办法 他要求就是说行政员核定之前 要还评要通过 然后综合规划报告书也要通过 所以目前我们要针对还评所通过的内容 会来修正我们的综合规划 另外在这个都市计划的部分 也要准备书图要送 所以台北市预估系纸名声线什么时候会做 现在就是逐步在 所以你们预估什么时候要动工 所以你们没有时间表 但新北市已经喊出2022年要动工啊 新北市是不是回复一下 跟委员报告 现在这个案子应该是说在交通部这边 已经邀请了三个市 然后来共同协调一个整合性的方案 那未来如果整合性的方案 其实是两个系统可以整合的话 那其实会在这个整合系统的一个计划里面 同时核定 也就是说在时程上 我们认为应该不会有单个 所以你们认为时程上是2022还是2023 当然要看这整合计划 未来的一个 所以你们目标是什么时候啊 当然还是依照原来核定的一个计划旗程 那是什么时候 对 那原则上 因为那个这个案子的计划主管机关是那个台北市政府接应局 那不过整合计划之后或许会拉到交通部的整个的一个机容轻轨里面的案子去推动 所以那要看最后整合出来一个结果的一个计划旗程 当然我们希望能够依照原来计划旗程 所以部长现在大家都在等你耶 意思就是说我们本来环平通过之后 目标是2023年要动工 那现在因为要整合机容轻轨要整合北宜高铁 所以交通部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整合成功之后合定之后就可以顺利的动工 那到底这个目标是什么时候 部长你们这边有设定一个目标吗 我们是提供这个北北机轨道路网 这个一个政策沟通的平台 那也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之后啊 现在我们10月中市长会会面 然后就有交集的部分啊 我们先确认 那至于说因为它会联动嘛 本来原来好几条路线都会受到影响 那怎么去做调整 那主计划一定了 当然个别的计划就比较好定了 所以你说问我时程 目前来讲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交集 那这个交集就把一些本来的变数 就把它固定下来了 那其他在做各条路线的 所以因为大家现在对这个问题都非常的关心 因为如我所说已经等了十几二十年 好现在好不容易看到曙光了 民生细止线还评也过了 然后基隆轻轨原本预计2022年要开始动工 那现在一切的时程 会不会因为这个整合而延宕呢 我们就是还是以原来目标嘛 那加速来推动 只要有共识 我相信这项解连历方程式啦 你个别一条方程式再解都解不了 但是把这几条放在一起 我们有发现是大家有一些共识 比如说北宜高铁纳入原来的北宜直铁的路廊 这样那南港站 它的一个就是它的流量 不会因为宜兰的部分产生 这一个就是过度的这个 就是说会饱和嘛 那反而可以打通 那现在就是说如果基隆轻轨 它不只是一个通勤 它可以变成一个捷运 是大台北往基隆 那路廊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调整 避免我们有一些就是 这个禁合嘛 同样的汐止民生线 如果就东西 就是东部的这一段 我们如果能够纳入基隆轻轨 那这样子的话可以先做 也可以有优先路段 类似这些我想都是目前在讨论的方向 那我想在市长会议的时候 我们已经有做了一些幕僚作业 希望一步一步走 汐止民生线延伸到基隆有可能吗 如果它在优先路廊里面 是纳入跟基隆轻轨 一并做的话那当然就可以 就是一车就到达 对啊 就是说一车到达可能是目前 大家会比较能够接受的方案 但是交通部如何去整合 因为你不同的轨道之间 不可能说大家共用一个 不同的路廊 所以在这个只能选择一个 就是基隆轻轨或汐止民生线 只能择一 那原则上时间不会延宕 最后会选择择一的方案 是不是这样 就是整合出一条 不然的话现在有台铁 又有基隆轻轨 又有汐止民生线的捷运 你那个路就不够宽啊 大家现在都想象说每一条都要做 但是你中间不整合就是 如果整合不出来的话 都被这些轨道占满了 也不用开 我们也不用自用车 也没有其他的空间可以走 会回到原点吗 就是基隆轻轨如果最后没有 也没办法整合的话 汐止民生线也没办法延伸 那最后还是变成火车台铁吗 会变成是这样的 就是要选择 轨道建设以南港为我们的枢纽 打通北北基的路廊 现在是一个契机啦 那我觉得三位市长 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体认 所以我们有一些交集 那我们就一步一步来走 好了部长 我们就坚集一点啦 谢谢 来 那个接下来江永昌 江委员 你怎么 你自己召好 那个 就罗明财罗委员 他如果说了 你部长你跟 好 好 公主委来 主席各位出列局官员大家好 谢谢 主席可不可以请主继长 来主继长 麻烦交通部林部长 还有公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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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江委 刚刚那个 欢迎一下那个咨询 那那个部长这样 你是很接地气 因为 虽然是老同学啦 是 同学在地牌院 大家都是 也常常碰面 对 那我们从地方 出来 就知道说 地方需要什么 是 那 其实我觉得你心里也是感同身受啦 特别 我们新北市啊 现在四百多万人口 事实上 大家对整个 这个大众运输工具 包括捷运 轻轨也好 整个动线的 连接啊 其实大家是 很关注的 对 怎么样 在现阶段啊 做对事 做好事 就可以让 整个北北基 所有的这些民众啊 可以享受 安全舒适便捷的好交通 那 你担任部长以后 事实上 我们也是基于众望啊 嗯 因为 政治永远都是一直的 只有把好的建设 建设留下来 让我们的子子孙孙 在这样一个地方 这个才是安居乐业的好方法 所以要拜托部长啊 是 我们新北市啊 侯友宜啊 侯市长 上任做的也很认真啊 那 事实上他一直希望说 能把大家关切的这个 交通运输系统哦 跟我们地方的 所有的 民意代表 关心的这些事项 整个把它打通任督二脉 所以我们看到 環状监狱线 已经 完工 也通车了 那接下来有很多 必须要做的哦 比如说 多年成科 民众嗷嗷待哺的 汐止民生线 以及 五谷泰山轻轨 巴黎轻轨 特别是 深坑 的捷运 深坑捷运 已经地方寒了十二年了 哦 我们 不分蓝绿 地方全部都一致来推动 希望捷运可以从动物园 直接延伸到深坑 接到 石定的交流道 在石定交流道 来做一个像 金站的一个 一个 转站 以后 所有 宜兰雪碎过来的车辆 就可以在石定交流道那边停车 进台北浮沉 不要开车嘛 環保的问题 停车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所以拜托啊 深坑轻轨啊 大力支持啊 当然还有安坑轻轨 现在做一半 做一半没有完成啊 那也等于就是白费工啊 所以这个事情 一定会完成的 还有机场捷运 增设A2A站 及A5A站 还有 当然还有 周边配套的 永平国小 地下停车厂 还有 当然未来我们讲的 5G应用 验证计划等等 这些 都是 目前啊 新北市 嗷嗷待哺 四百多万人啊 大家引颈期盼的 接待 什么都不缺 唯欠东风 所以拜托部长 另外一个就是 竹记长 中华民国钱很多啊 我们看到 这次 前瞻 加一加 未来 加一加可能八九千亿啦 但是 也希望说 不要去分色彩 不要分党派 只要需要的 必须要做的 拜托部长 我们全力以赴 把 应该做的事情做好 好不好 好 一起同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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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啊 那没有问题哦 不 部长刚刚讲的这些 都是OK吗 保重 那个 确实啊 拜托拜托拜托 拜托拜托 其實地方政府提出一条 呃 这个轨道的建设 一定有它的道理 站在大众运输啦 特别是绿色交通 我想捷运路 一定是要点线面串联啦 它那个效益才会加成 所以从大台北市 四条从台北辐射出去 到现在 新北市環状线 然后把甚至北北基陶啊 都纳入 包括基隆青鬼 包括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淘基 的这个捷运 这个效益哦 现在正在加成啦 那当然 也因为 每一个人都希望捷运开到他家附近啦 所以产生非常多禁盒 所以 会不会过度投资 会不会 产生问题 就是这个时机啊 我们交通部会出面 来进行 不只是说 城市的路往 甚至城际的 路往 那台湾其实就是 北台湾嘛 北北基陶 然后 中台湾嘛 你看像中章也 轨道也在整合 然后南台湾 甚至台南高雄到屏東 所以 環島的这个轨道 我们希望说六小时的高快速 这个铁道路啊 可是到了都市 就像您讲的 就是如果从宜蘭 到了这个新北 如果能够从石定 就不要再开车了 我们南港就不会塞了 对对对 它有分流的效果 是 所以我想大方向我是很支持 只是说前瞻的预算 有它的一个时程 那来得及的 我们就放在这里面 来不及的 必要要做 我们还是一样 同步来推动 拜托啊 一个 新北这些 刚刚所讲的 我还有一些书面资料 一并会交给主席 那你那边我会给你一份 这个 转达一下我们 新北 四百万人的这个新生 那 请问一下部长 你现在 如果 该做的要推动 因为高铁都要延伸到屏东了 更何况是新北 台北市这边 一日生活圈 半日生活圈 其实 这里的路往 更需要更加的绵密 才不会堵车堵得很厉害嘛 那 现在交通部这边 有没有缺钱 我是觉得 我是比较站在一个国土发展 还有这个 整个投资的角度啦 其实 轨道盖的就在我们 台湾是我们的人在用 其实这个效益 不能只是算 一般的 所谓的财务的效益 它有整体的经济效益 高铁 盖的时候 大家也是很多人批评啊 可是高铁现在是赚钱 大家感谢立法院 那个采改计划的支持 是 现在回缴我们 政府啊 一年可能将近一百亿啊 这个对铁道的开发 未来的投资 就产生良性循环 所以我是认为说 只要打通啊 变成一个环岛的高快速铁路啊 西部高铁东部快铁 然后北中南的都会区 考虑到城乡发展啊 它变成一个 metropolitan 就像我们到国外区 都看到那种城市上千万人啊 那你北北基陶 就是 上千万人的都会区 这个时候不能够只是说 只顾台北市嘛 你整个周边的城市发展之后 才减轻它的负担 好 谢谢 谢谢部长答应 然后也全力支持 刚刚本席所讲的这些方向 谢谢 好 那我接下来请一下主计长 嗨 主计长 主计长 我们现在都看到哦 全世界振兴啊 可以说是 投入了很多的金额啊 大概全世界这样讲起来哦 振兴经济啊 前瞻啊 投入这些基础建设 这个 花最少钱的比例哦 算一算就是 我们台湾 最少 你看那个美国 一次就是三兆美元 那刚刚我们早上讨论很多啊 大家都觉得 这个 这个 刚刚特别是本席刚刚讲的哦 大家都觉得 非常有需要 也很有急迫性 那 主计长 刚刚这样大家讨论 你值不支持 如果 经过法令的程序通过 主计总署 就会支持 就是要可行讯评估 中和规划 都市计划 以及 还 还评都过 是 好 谢谢 那如果这些 建设啊 能赶快加快速度做好了以后 我相信啊 未来我会宣传的时候 说 主计长也都支持 感谢 朱泽民 朱主计长 也大力支持 感谢 这笔账 我们会让所有的新北市民知道 交通部长支持 行政院书院长也说要支持 他说 建设不分党派 侯友宜 也大力认真来推动 包括我们在场的 林德福 林委员 很多的我们新北市的 江永昌 江永 我们也是全力来推动 让整个新北市的交通 更加的快速 更加的便捷 更加的安全 让小朋友出门的时候 家长会放轻 让所有的家长出门的时候 路上不堵车 主讲这样好不好 好 谢谢 好 那你缺钱再跟我讲 好 大同事 谢谢 OK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罗明才 罗委员 我们来继续来 洪森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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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职取完以后 我们林部长 就可以走人 由王国财王次长 来替代 来 好 谢谢主席 请林部长 来 那个林部长 好 部长我要问 其实我们交通部 108到111年一起有一个四年的 道路交通秩序与交通安全改进方案 这当中说要运用大数据 要去诊断交通症结 那你也知道最近有没有 尤其疫情这段期间 其实这个外送员尤其是餐饮 这个量报征非常多 可是你这一个改进方案 有关于要去做大数据的这个部分 没有在这上面有任何的成效 或者有任何的作为 能不能回答一下 这个道安的部分我们非常重视 那就是说有关大数据的运用 其实也透过ITS 就是智慧运输系统 我们科顾室也编列预算 还有各个单位都有 所以有一些成效也看出来 比如说以这一个学校附近的这个机车 我们透过建构 所谓包括整个智慧交通的这个系统 是有降低了将近三成的造势率 部长或许你可能这样 会把桃园跟台北的作为 拿去变成你的成绩 因为你们自己在造势或违规的热点 你们现在也没有跟警政署做连线 我们现在有看到 在台北市 他其实不但有这个业者 他去提供出萨数据 作为设置临庭区的参考依据 他也找了很多点 台北市的做法 它是设计那些点 是有限定时段 15分钟 然后几点到几点 但是他没有收费 其他时间不能停 然后呢 他就会有在 他相关的这些资讯上能够提供 那桃园他是说 再去找一些热点 然后去设置 他虽然不分时段 但是他有特别针对 那我觉得在这两个作为有看到 但是是县市政府的作为 是没有看到交通部 或者你们串接警政署 相关的一些数据 热点资讯分析 然后作为建议 这都没有啊 这都没有啊 有啊 我们有支持三个学校 然后上万辆的机车 这是交通部做的吗 还是地方政府做的 然后包括入册 也确实改善 那有些地方政府的方案 我们也有补助 那当然是 大方向应该不是只有那三个学校 因为我就直接问就是说 坦白讲 其实外送业这个过去都有 比如说过去不是餐饮 那现在新兴是餐饮外送 这个量啊 突然之间急增啊 所以我们势必得为他们 再多做一些事情来想办法 避免这个交通的一个事故啦 不过又回头过来 我刚刚说除了 你所说的那些改善方案 应用大数据 去建制这些资讯提供 以及政策这个修订以外 那我就直接回头问 我们公路法三四条 第一项第七款 有规定这个汽车货运业 那这里面算不算机车在里面 机车去送货 有没有算在它这里面 答案是有哦 好 现在我问你 那那个汽车货运业 不是有那个卸货专用车格 那你们现在 其实你们在货运当中 是允许机车送货 这机车又很巧妙哦 这个机车不用是营业用车 这个机车驾驶人 不用职业考照 那它那台机车 它去送货 餐饮也好 快递也好 能不能停在 卸货专去 可不可以 答案是不行 允许它在汽车会音乐 但是它不能够停 所以县市政府 伤脑筋啊 为了避免这个造势 有没有 像台北市他们其实 不但是有把 A1 A2 A3 就是外送 所造成这些造势的一个统计 那它还会 根据不同的业者 去做出统计数字 那这一方面反而中央 本来有一个 108到111年的 这样的一个 交通安全改进方案 却在中央没有看到 比地方更进一步的作为 我说其实我们是站在更高的点 看的是全国啦 希望在这一方面 要能够努力啦 好我们会参考这个资料 来跟内政部 这个研商 是不是增加注记 或这个管理的办法 在这一块 因为这个也是越来越多 所以我希望 外送机车 临庭区的设置 到底是限时段 还是不限时段 怎么样去找到最适合一个地点 你要统筹来做啦 不是只有那个 各县市之中 他拼的是他的成绩 你又怎样还是在交通部 你又明明有改善方案 方法上是可以解决啦 没有错 建立大数据 还有相关的这些注记 我想在管理上会是 可行的 其实我有另外提案 希望你们一个月内 提书面报告 谢谢部长 接下来请国华会 来国华会来 顾主委 主委已经先离席了 那我要问一下 国华会的这个 MyData平台有没有 那不是为了要方便民众使用吗 可是其实坦白讲 你们的MyData 如果你要跟他资料下载 有没有去取得 我在这边的资料 去应用到其他的一个机关 甚至是其他的这个事业的话 其实是需要再一个验证嘛 那你这验证的方式 就无外乎就是自然人凭证 不然就是内政部的TW FIDO TW FIDO它是先 用手机绑定自然人凭证 那最后一个就是用健保卡 那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我看你们有没有 跨机关资料的这个运用 其实健保卡是大家都有啊 可是其实少数的项目 像内政部的地价及时加登陆 可以用健保卡 然后以及卫物部相关的教育部 有一个事项 其他都是靠自然人凭证 或是靠TW FIDO来做验证 那人数就很少啊 自然人凭证才750万人啊 那你说手机里面 Android系统跟iOS系统 两个加起来也不过 不过这个9万人而已啊 那为什么不考虑用健保卡 2300多万人大家都有啊 能不能回答 谢谢委员 本来整个规划的过程里面 确实是用自然人凭证来做处理 您刚刚特别提到说 有关于健保卡里面 它所持有的人更多的部分 那不我们后续 我们再来做 再做评估考量 对后续就是说 可以做 那你要多久 你这个评估考量 因为下一步其实有一个什么 那个New EID嘛 对不对 那那个里面如果授权有自然人凭证的功能 那其实大家有了数位新身份证之后 全部就使用就更广泛 可是在此之前你不知道啊 你那个数位ID到底还要多久才可以完成 那你前面的健保卡现在就可以先用了 你知道吗 这次实名制要买口罩 用健保卡不是可以绑手机怎么绑 就是那个健保快一通啊 那你这个有没有去想过啊 否则你这样能够服务的范围真的很有限 跟委员报告 原来确实是以自然人凭证的部分当作主要的基底去做处理 刚刚特别提到健保卡的部分 我想我们后续我们再来跟相关部会来做讨论以后再做 你这句等于绕了一圈啦 我问你你的旗程啦 还是你现在还在考虑 要不要串接到健保卡 我就跟你说 卫无不得就串接到健保卡 我念一下给你听喔 那个健保卡 它的那个凭证自发 存取资料管理办法 它其实合作之网路 都包括其他政府机关啊 你讲MyData好像有个好东西 一个好的平台 我去这个机关我要办资料 那我以后 我又没有自然人凭证 那我也没有去内政部的那个Titum ID 那你国华会在这一方面的主证 我是觉得很差劲啊 你能不能回答我 你这一题回答不了 我后面还问不下去 真的啊 因为一方面你要先便利 那回头你要考虑资安嘛 那前不久 哇 到底是要吹捧唐鳳政委说好厉害 还是要骂你们 根本就有资安问题 因为又会有恶意城市 有没有 去探索那个什么 签章内容啊 还记得这事吧 新闻也都写了啊 新闻写起来好像讲唐鳳很厉害 我看到的是 行政机关很霸咖 对不对 那要是后来那个事情 不是有人去举报的话 还真的没有在能够在第一时间处理了 所以前面要便利 但是又要考虑资安 后面还有一个个资法 现在跟欧盟在谘商 那到底我们个资法 因为现在是你们国发会主管嘛 对不对 那要不要成立专责机构 专责机构有专责机构的好处啊 简单来讲啊 你现在用MyData 用财政部的资料 然后去办信用卡 后来你就牵扯到你们国发会 牵扯到财政部 牵扯到金管会 那如果有个资相关的一些问题 一律产生被盗用或干嘛的 这三个单位谁负责 于现在的个资法 这踢皮球各管各的嘛 所以后面还有最后一步 是不是有没有要专责机构啊 在第一时间之内 做好处理通知当事人 或是任何的惩处啊 我一问问三部 你那第一部都还没有那个啊 跟我委员报告 因为针对这个部分 我们国发会有跟相关部会 有一个智慧政府的一个平台 委员的那个意见 我们到时候在那个会议里面 我们在做后续的一些讨论 你那会议什么时候要再开啊 开了几次啊 有什么进度有什么成果啊 该不会说下个会期 我再来问一样的题目 你还是跟我说 你们部会平台要开会啊 我们目前是 好你就具体的进度 启程讲给我听啊 好好这样我讲 到底要不要跟健保卡串接啦 我们在下个月的 智慧政府的那个平台会议里面 我们来做讨论 还是做讨论 各自把主管机关 有没有专责机关 会不会去成立啊 跟委员报告啦 因为今天是那个 前瞻的轨道预算的规划跟备讯 因为我本身不是 负责督导这一块的 所以没有那么清楚 我看前面人家问前瞻 也问不出一个所以然啦 也没有很好的答案 你要讨论我们也可以啊 我们也会讨论 不会首长的去留啊 你知道吗 好谢谢 谢谢江永昌江委员 来游户主委 你们下次讨论以后就去给江委员 给他报告一下 好不好 谢谢 来我们来继续来林俊宪林委员 好谢谢主席 本席邀请我们主组长 我们主组组长 来主组组长 交通部现在有上哪 交通部 王国财王市长 好请王市长 来 委员好 主组长好 主组长今天大家都来关心 我们前瞻计划之前的执行情形 我想大家最不满意 大概就是轨道建设 那因为轨道建设 它其实也有很多部分是 地方政府要先做的 像那个先行计划评估 都是地方政府在做 但是地方政府在做 有时候会碰触到民意 不同意见 所以这个会很花时间 像我们台南市的那个先进运输系统 它在地方办了机场公听会 那很多民众都很有意见很反对 那这个一定会拖到 但是在整体前瞻计划里面 轨道建设又是 占的比重非常大 是的 好像几千亿啊是 它原来是规划四千多亿 现在是 现在大概是一千多亿 你本地四千多亿 现在存一千多亿 对不对 不不 那个是计划不减啦 计划不减 还是说拖架后边去 好 谢谢 那如果这样请问 像这样的预算 你送给国会来审 那我们通过以后 你是保留多久 我们就是预算通过以后 就一直在吗 就一直要执行 没有执行的期限 有啦 他五年十年都做不出来 那个我们编到预算里面 都会考量他能够执行 我们才编到里面去 我跟你讲 你的轨道建设很多 会出现这种情形 我觉得中央地方会有 会有不同意见 那还有地方政府 也遇到了那个 政党轮替的问题 后边市长 没有共同就给你盖 家伙要再定来 或者是说 新的市长他有新的想法 他也会去改 这就都会影响到他的进度 所以前端计划 我们到底省这个轨道建设 有没有意义 比如我现在通过了 那他多久要完成 就是 没犯罪就对了 来 跟您报告 我们每一个前端计划 本身都有一个先期计划 这个先期计划里面有它的时程 那刚才林委所提的 的确发生很多 那这个他就必须去说 这个整个时程要不要改变 基本上每一个 每一项前端计划都有它的时程规定 这样 是 原本 前端的设计是 滚动式检讨嘛 是是 对不对 是 比如你第一期要执行多好 我再给你第二期 然后再来嘛 你现在是 滚动也不检讨啦 你一二期很多都零啦 那现在第三期一样照给他啊 那个跟 跟您有报告 第二期 刚在我们报告里面 第一期是98% 第二期是92% 那刚才谈顶的部分都是规划案啦 就是刚才林委所提的 规划案因为他拖了比较久 所以他的执行率比较差 像我们台南 台南在管道建设里面 大概有 大概里面有编了好几项啦 其中大部分都是规划的 先行评估等等 像台南市先进运输系统 蓝线绿线红线 这个有一亿 一千三百四十万啦 台南市的铁路立体化 延伸到永康的规划 规划会有两千四百万啦 另外还有台南市的铁路地下化 台南市铁路地下化的工程 目前是进行中啦 是 现在进度怎么样 刚才您有报告就是说 最后大概是两个住家三户啦 那我们大概最近跟他沟通 如果可以的话就处理掉 我们就会进行 这个这两个区的 那其他的部分有持续在进行吗 其他都有 四个标两个都很正常要进行 这个也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项 对于我们台南地方非常重要的一项 的那个轨道建设 这个台南市铁路地下化 对整个台南市未来都市的发展 会有很大的很重大的这个转变 地方也非常的期盼 那希望你对于还有反对的意见 那你们应该持续的去沟通嘛 是不是 那但是整个进度啊 之前有没有落后 这落后 台南铁路地下是落后的 落后啊 会再延两年 会再延两年 就是因为 延连是八年吗 现在变十年 现在应该会到115才会建好 115年 115年 本来是113 本来是113年 对对对对 这个是85年了 这85年我看到 家里也在连栏 那这三年 其实这个是 到底 这这个就是 大家也会走一堆啊 另外所提的 的确 全瞻里面 在地方面临到这个兴建 然后土地取得了客迹 本身常常会有 另外 另外我帮你们江南部讲一下话啦 那个冠冠基金的钱喔 之前有提到嘛 就是说 目前不足的部分 行政院会博谱 在原来的疫情 疫情这段期间的 所谓的振养 你好 你國家都沒有 政府都沒有百錢 你都開自己的 都開自己的觀光基金 是 主席我還有時間 你沒辦法站起來 但是喔 你的觀光基金 都來自機場服務會 你機場服務會 最近的收入就沒有了 主席長 你看明年的稅務 機場服務會變多少錢 變120億 變670億 沒有啦 變100億 65億 觀光基金是60億 機場公司分4成48億 明郎作業基金分1成分12億 這稅率變得 稅率都變好 這稅率我看是一定沒有 我看最近的明郎這個評估 至少要三年 才能回復到去年的運量 所以每年的這個稅率 這裡沒錢什麼 都會影響到原來的 這幾個單位 包括觀光基金 包括機場公司 還有明郎作業基金的 那個業務的運作 那這部分怎麼辦 像我們的機場 平常一天大概 四三萬人次進出 有啦 最近都存2千 那上星期後存850幾個 欸 主席長 850個 200幾隻飛機載 800幾個人 2隻飛機載 4個 這個 這個等坐計程車一樣 那像 所以它 這樣的這個稅率的話 我不知道 現在 我們來選這個 有意義嗎 這個一定收不到 好 所以 這個怎麼辦 好 好啦 我看就 你給我 給我順便資料啦 好 蘇明去打破啦 好嗎 給我順便一下 好 謝謝您 好 謝謝林委員 來我們繼續請 葉宇蘭葉委員 主席我想請交通部的王次長 來王次長 葉委員好 次長好 次長 這個是新北市長侯友宜 前幾天他也講了 其實 新北市住了很多人 現在四百萬人口 那 絕大多數 新北市民 其實就 我們就是在大台北地區活動的 他是一個號稱就是 多做少政治的一個 市長 我看 大家都很熟吧 但是 但是 我看到在那天的新聞的最下面 他特別提了說 如果 市長有看到他 下面寫說 拼建設籌錢 他也呼籲要公平對待 我沒有想到這個 林佳龍部長 我們龍哥已經 這個 請假走了 本來我想告訴龍哥 他是非常有希望 未來是要角逐大位的 新北市民 雙北其實對他 將來是很重要的 真的要公平對待 我為什麼會這麼講 其實 其實 新北市 就是因為有這麼多人 在雙北之間的來往 在雙北之間的來往 站在國家的立場 站在環境保護的立場 我們當然會希望 未來的交通 是多用公共運輸 這個部長應該也同意吧 那 但是 新北 在最近 有幾個 有幾個非常重要的一些 軌道運輸的計畫 都被行政院打回票了 比如說 我們看到 這個在 烏谷泰山縣輕軌運輸系統的 這個可行性研究的報告書裡面 行政院秘書長這邊回的是 應該等到 增設A5A站 之可行性研究案核定後 再將本案暴布何處 我想請教一下 請教次長 這個 武泰輕軌和機場縣 增設A5A站 是兩個個別的計畫 兩個不一樣的價位 但是 站在他附近 兩個站是要整合 什麼 他的站 機場結衛A5A站 是機場結衛的站 那武泰輕軌有一個站在附近 他那個國外是希望兩個稍微整合一下 就兩條結衣的交接的地方 在他的交接的地方 所以 你認為行政院用這個理由來退回是合理的 我是覺得讓他更妥善 是讓他更妥善 因為如果距太遠走路很遠 他們希望說讓他 所以他會希望說他們把他接近一點 所以是 是出於善意的 那 所以交通部會在這部分會再 繼續支持 然後幫他們更妥善化嗎 是我想這一部分我們也願意 來從專業上來協助新北 把這兩個案子 事實上5A站這個也是 事實上也在送了 在送審查了 所以兩個打把它做一個整合 讓這個站的轉接更順暢 對 因為我們看到其實捷運線 捷運線都是逐漸延伸的 逐漸擴大的 我以前住在新店 我們為了這個新店淡水線 度過非常久的交通黑暗期 但是這樣的付出其實是值得的吧 所以這個A5A站前接界面 其實交通部在95年11月 就已經同意預留 本來就有了 因為這個早期在捷運西門站 大安站 徐慧中學站 都是相同的 所以在這個中間核定的 那我們對於這樣的計畫 未來我們是應該要樂觀呢 還是不樂觀您覺得 我跟 因為這個在交通部有審過 送到行政院 那行政院有找更多人去看嘛 因為國發會 那的確把這個課題顯現出來 我想這個還是為了 新北軌道發展更完善的著想 我是覺得 雖然有一點點這個退回的時間 他可以這樣更深入去討論這樣 所以我們這個計畫 不會停頓 不會不會 那下一個是要談到的是 巴黎 巴黎輕軌的計畫 也被行政院退回了 他就說 這是 這是8月6號 行政院是用的是 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是 巴黎輕軌在淡江大橋分攤款1億 所以把它退回 我還一分鐘而已 是 是 這個 您覺得這樣子 合理嗎 這跟葉遠報告 淡江大橋當時是 內政部三分之一 新北三分之一 交目三分之一 的確在算 因為淡江大橋這邊 所以它整個計畫在計算的時候 可能在這個 在 因為 因為 這個巴黎是經過淡江大橋 一直到 到這個巴黎 所以它 它應該是不是 技術上 你是財務分擔的課題 我想這部分也把它理性就好 也不是 對 所以 其實因為這個時間 繼續延宕下去 我自己的經驗知道是 如果再延個幾年 如果到113年 才開始再去規劃或怎麼樣 到時候的營建的費用 又要增加了 這地方財政又不行 所以 在這幾個軌道建設上面 還包括了 比如說 捷運萬大中和柱林縣 第二期工程 依照 依照這個大眾捷運法 應該要由新北市政府擔任 主管機關的責任等等 所以在這部分 我們都很希望 我都很希望 交通部在這件事情上面 千千萬萬不要推延 因為事實上 真的是事關 大台北地區 不只是400萬新北市民 還有200多萬的台北市民 兩邊來往的非常重要的交通順領 我想說 地方政府只要提出他的好的計畫 在交通部或是中央都會支持 我基本上大概這樣還是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葉宜蘭 葉委員 我們來繼續來 請那個魯明哲魯委員 跟我們來 請str番 畢 郭文貴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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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訊號是這樣的 所以地方政府 發了自己的經費 開始做地方的可研 可依經研究 逐步來推動 到什麼時候最高潮咧 2020年總統選舉 哇 說真的 總統到各地 再把繼續軌道建設 這個一定做 那個一定做 結果咧 結果這個會期 到了第一個預算會期 這一任小英總統上任 第一個預算會期 我個人也第一次 審到前瞻計畫 結果 我們已經大聲幾乎 綠燈全開的軌道建設 從4241億 變成 砍掉了2300多億 變成1903億 那當時講這些 到底算不算 我坦白講 我來一次桃園 我就問一下好不好 看你們兩個 這個三位哪一個回答 我們現在那個 綠線的延伸線 因為連接中立到八德 非常重要的 因為目前我們只看到 2000萬的 它現在是在 可侵研究過了 是在中規環評嗎 它到底在什麼階段 他現在可行通過在做中規 在做中規 對 可能做環評這個階段是不是 在交通部在你那邊做嘛 是是是 那未來的錢呢 現在繼續編 繼續編 就是編到公務預算嘛 中規設計的錢都會編 編建設計 而應該就是編到公務預算嘛 對對 你會把它丟掉啊 不會把它丟掉吧 現在這個是放在前瞻裡面 前瞻 放在前瞻 你現在前瞻只放了2000萬 應該我想說是中規環評 目前都沒放 這2000萬而且是到 111到111年喔 這是你們給我的一個資料啦 包括國會給我的一個資料 這個地方報上來的 我們按照它的 我想 現在大家都在問一個問題喔 不管是選錢畫大餅 或者前瞻畫大餅 很多事情不要搞到死亂中氣啊 很多地方政府 已經有非常多沉入成本了 已經規劃了 不是你不要 這個錢可以拿回來的 但是你現在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剛剛你說 你事實上還沒有編實體預算的 現在已經列入前瞻 有很多還在規劃設計 很多在可行性研究 很多在中規環評 還在paperwork上面 還沒有實質編發包的硬體 預算的 這個大概有10個左右 所以這未來如果再通過好 現在都還沒有工程預算了 可能再多幾千億 那就請教一下 你現在少了2338億 來跟主計長算算賬 當然大家憑良心講一下 為什麼會編前瞻特別預算 老實講 這個部分軌道預算 因為很多工程 動輒百億上千億的 為什麼以前大家 每一個年度 大概核准的量 南北加起來 五條六條極限了 因為你公務預算 無法長期支應 這樣的量體的東西 所以才希望在特別預算 來處理這樣的一個事情 結果你看看 現在就算 我們少掉的先不問 現在你說 軌道工程只剩 1903億 那請看下表 下一個表 我的見頭指到這邊 1903億的部分 第一期按照主計總處的報告 166億 第二期 108年到109年 4億6億 已經編了 核定了 第三期 目前核定的 國發會給我的資料 402億 三個加起來 是900 984億 就目前已經有經費的 也就是說 你們要編到 1903億 Sorry 哇 No 好 也就是說 你們要 編到1903億 你光看這個數據 你只剩下919億 919億 怎麼要怎麼分 你們目前給我的一個資料 你們現在光中央補助 已經在施工的 這些的東西 就需要中央補助的部分 3890億 3890億 是還沒有 籌編到預算的 你現在剩下919億 還有2000多億到哪去了 最後時間不夠 我就講一下 其他小的3890億 是已經你答應別人的 不是還在可言 還在中規的 那都還欠這麼多錢 2000多億 你要去哪裡找 我不知道 那你就算把900億貼進去 還有2000億 你的意思說 這2000億 現在何可 你要每年編到 公務預算 還不包括有十幾條 正在可心研究的 我覺得主席總署 我覺得你要把這個話講清楚 但是我再問一下 這10個 前十大 就是現在 還沒有看到你預算籌編 我把你看到 111年前戰預算 都沒有編到錢的 欠最多的 就是 蘇院長答應了 786億的 台鐵 桃園 地下化 你到111年之後 還剩773億 要去哪裡找 所以你剛剛看這些主要 你已經核定的 都還欠2700億 所以主席長 我想 這個次長 跟國發會 我們油副主委 我這樣把這個數據點出來 就你們這樣 倒是會 退不攏 你們再把新的 核定的弄進去 你們可能未來 有超過三四千億 中央要補助的 要納入交通部 或者相關預算 這不合理 我希望主席長 你會後 說未來你的預算 要怎麼編 能不能給我 一個補充報告 好的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 邱成遠 邱委員 好 謝謝主席 我們邀請 這個 江東部 那個王次長 以及我們國發會 那個副主委 來 王次長 來 由副主委 邱委好 好 次長好 副主委好 那辛苦了 我想 時間不多 我們直接切入重點 這是針對前瞻 基礎建設 第三期的特別預算 軌道建設的部分 還是大家最關心的 那我們知道說 在這個月初的時候 這個 本來這個原本的 4241億 砍到1903億 當然你們說 這是預算的調整 所以這個前瞻計畫 我剛剛 可以改成 叫前瞻大挪移 真的 這個對於 一般的民眾來講 是覺得 非常的疑惑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PPTT 第一頁我們看一下 原本規劃的部分 跟本次規劃 那 減少的部分 它現在目前擴充到水環境 城鄉還有石鵬 少子化這些都有 還有數位基礎建設 這個都有增加 那我想這個之後 我們會陸續的再去 來去追蹤你們 後面的這個相關的 一些 跟各地方政府配合的執行情形 因為我們現在 對於這個前瞻計畫 還有國發會的功能 因為我們知道說 在蘇院長的報告中 其實相關的執行率 又非常高 都90幾% 但是我們知道說 前瞻基礎建設 這個是必須要 中央地方政府一起合作的 那相關的一些管考的機制 其實我們認為 並沒有發揮得很好 那地方的政府 到底它的相關的 因為計畫是地方政府提出來 那建設還是由 各部會 相關的去執行 那各部會 跟地方政府的配合 的這些相關的執行率 或是實際的建設的 一些進度 或是甚至 後續的管考的機制 我們認為 這個部分還是沒有發揮出來 那未來我們會持續來去追蹤 那第二頁 那我們以這個前瞻軌道 規劃作業的部分 我們再看預算執行率的部分 成長不到1% 我們第一個圖看到是107年度 總體的預算執行率 在這個軌道建設的部分 這個是28.38% 28.3% 那在今年最新的資料 109年7月底的部分 相同的作業 成長只有 1%而已 因為基本上 只有28.57% 跟在107年度來講 是非常低 那這個我們也有請國發會 到我們這個 本席的研究室 來去說明過 那很多其實是 地方政府在一些 綜合規劃 還有環評 還有說 這個土地徵收上 有碰到一些問題 那其實這個部分 就不能粉飾太平 我們認為說 還是要讓國人清楚 因為像蘇院長 他的相關的報告 都會說這個 相關的執行率非常高 那在這些一些 軌道建設的部分 其實我們知道 它是一些長期的 那在預算的挪用上 其實國發會這邊 給我們的說法是說 基本上 只要超過這個 前三 預算的這個年度的部分 那後面會用 經常訊的公務預算 來去指引 會 已經核定了 他會繼續把它做完 那沒有核定 我會重新的評估 那剛剛也有委員提到 因為縣市政府 他們還是有這個 政黨輪替的一個機會 那會不會這個部分的 這些一些 綜合規劃 後面會受到影響 這部分我們是不是 請國發會來說明一下 謝謝委員 因為 整個規劃會 包括可行性研究 包括環評 包括中規 假如可行性研究的程序 沒有完成之前 中規就沒有辦法 往下支 所以也因為 假如說在可行性研究 或在規劃的過程裡面 假如時間沒有辦法 如預期的狀況之下 那個整個支支的經費 就沒有辦法很快的 就到位 這是真正最主要的一個原因 對 所以我們現在希望 國發會跟交通部這邊 還是要在相關 跟地方政府配合上的管考 要去做一個相對應的機制 這個是我們去跟 國發會跟交通部要的資料 我們可以看得到 我們不希望說中央的功能 只剩下波預算 管考的能力卻失靈這樣子 那帳面上的數字 雖然很漂亮 但是實際上 落實到地方政府 卻是很低 我們可以看得出 在這個前三紀錄建設 第一期 106年到107年 補助各縣市 軌道建設的計畫 執行的情形 包括桃園市的這個綠線 研製中立規劃的作業 這個目前還是零 那還有這比較低的 新竹大車站平台的計畫 的這個規劃作業 這都還在規劃的期程內 所以這個 我知道說 因為你們 可能前面 在規劃上 並沒有 很 審慎的評估 或者是很 具體的了解地方的需求 現在造成這麼大的落差 那這個部分 是不是請交通部 也來跟我們說明一下 這些到底為什麼 這個執行率 各縣市的部分 這麼低 你這個表上面看到都是規劃的部分 工程的部分 事實上都 剛才談到 所以前面就秉化太大了 不是 剛好跟那個 我們在審查的過程 有包括交通部到 到行政院兩關 然後 在這過程中 沒有 事實上目前碰到最大的課題 就地方政府所提的規劃案 他的內容在審查委員認為說可以再精進 所以你都在審查過程 我想 所以當時的前占八千 八年八千八百億 然後要提出這個很大的一個願景破壞 現在目前執行上 確實是有一些落差 那我們希望就是說 中央政府的角色 應該是針對問題來解決問題 而不是消極的去調整這個經費的挪藥 因為這樣刷來刷去 其實對外民眾來說 他是 沒辦法接受的 那而且我們知道說 其實這個前占基督建設 我們希望是這個縮短成像的差距 我們不要 因為我們知道他很多 地方政府還是要有製籌款 那 財政體質比較好的一些地方政府 他可能有辦法 那財政體質比較辛苦的地方政府 可能他就會 造成他在計畫申請上的一些困境 那反而這個計畫下去之後 是擴大成像差距 那這個就不對了 譬如說你數位基礎建設 後疫情時代這個非常重要 那一些 偏鄉或是比較 這個資源比較匱乏的地方政府 這個部分是不是在 製籌款的部分你們可以 相對的比例可以讓他們降低一點 我覺得這個都要去 整個總體要去考量 所以在地方 政府的財源有限的情況以下 那 我們未來中央政府的角色在哪 我們是希望可以介入 可以協助到地方政府的執行率 而不是 資源還是集中在財政體質比較好 的這些六都上面 好不好 好 我想 好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邱委員 那我們繼續來請那個 蔡世穎 蔡委員 感謝主席 能不能請我們交通部次長 王次長 蔡委員 蔡委員好 次長好 我想大家都要問一樣的問題 我還是問一下 我們最關心我自己選區基隆的一個部分 我看你的報告寫得很清楚 這一次會繼續編下去 但我想確認一下 就是說 因為整體的預算有做一個修正跟變化 所以大家很多人就提到說 會不會原來中央政府承諾的地方協助的案子 就被取消掉 或者被擱置 是 那我想問一下 就是說 因為國發會跟交通部都有說 預算編列調整等等不會改變 我在這邊還是要請教一下 因為這次預算的編列的方式的改變 那我最關心的一個基隆捷運的案子 會不會被擱置或者是停止 這持續進行中 持續進行 也不會被擱置 不會被停止 也不會 所以未來 相關的預算 交通部會後續來繼續編列 是 這個非常重要 這個也讓很多人可以了解 很清楚 好 那我要講 當然這個案子目前仍然在很多的討論當中 那我在這邊有整理了幾件 我認為就 整個基隆捷運的案子 到目前為止有一些徵點的部分 也讓我們這個 次長能夠了解一下 當然第一個就是起氣點的問題 就是說 到底到基隆的哪一個地方 以及台北端的 這個點是在哪邊 因為有人說到是南港展覽館 南港車站 或者是其他的地方 那在基隆的部分有人提到 基隆車站 還是巴斗車站 還是其他的地方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目前來講 還有爭議的一個區域 必須要被整合 另外第二個問題 就是關於載運量的部分 就是說 目前規劃的這樣的一個載運量 能不能滿足需求 滿足需求 那另外一個狀況就是 我們另外一個 因為我們要推動北宜直鐵 或者是高鐵 到宜蘭的狀況之下 那 南港以北的鐵路系統 會不會產生 跟這個新的基隆捷運 有沒有進合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大台北捷運網的 民生細紙線 它在細紙的那個地方 要不要跟基隆捷運 整合的問題 因為 民生細紙線的環境 已經通過了嘛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有沒有可能有必要 把它整合在一起 我想這幾個問題是 大家都非常關心的 那我也知道 交通部正在做 這個部分在做整合 跟各個縣市長在溝通嘛 那我也理解到 市長你好像有跟這三個 首長 都有分別開過工作會議了嘛 是不是 副首長 副首長都有開過工作會議了嘛 好 那我想確認一下就是說 因為我所理解到 最後還照這三個市長 跟交通部聯合來拍板 大致的一個政策決定之後 我們才能做後續的規劃嘛 好 這樣的會議要不要開 對 現在下禮拜開 下禮拜幾號 13號 10月13號嘛對不對 下禮拜 所以10月13號的時候 交通部會邀請 基隆市 新北市跟台北市 三市的市長 就我剛剛提的幾個問題 來做最後的確認嘛 即便沒有確認 也有一定的共識出來嘛 對不對 就是會 提會來做一些 確認跟討論 討論 討論嘛 好 所以我們希望在10月13號那一天 這幾位市長都要出席嘛 這最好的嘛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能夠就這個部分 把大家關心的大方向 大原則問題 能夠做一個確認 才能夠讓我們這一條 基隆決運的未來 繼續走下去 沒錯吧是不是 好 所以10月13號 開完會之後 我相信很多的 我剛剛提的幾個問題 大家在關心的部分 就會非常的明確跟明朗了嘛 對不對 就是看那天討論的情形 就是 就是看那天討論 那我要拜託我們的 次長跟部長 要努力好整合 我剛剛講的這幾個 有爭議的一個點 能夠好好的來討論清楚 是 那按照大眾捷運法 或者是相關的法律規定 我們辦完這過程當中 必須要開空聽會啦 那因為 基隆捷運這個案子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召開空聽會 那我也問過交通部的鐵道局 也表達說 這個案子未來會召開空聽會 那我想請教一下部長 呃 次長 就是說 如果 我們10月13號的 三市的首長跟部長的會議 討論完之後 有一個正面的共識整合的話 那 後續交給國安單位 在規劃的過程當中 空聽會要不要開 會開 會開嘛對不對 我跟蔡委員 就是說 他們事實上 本身是做到綜合規劃的階段嘛 對 那現在因為我剛才 委員所提的這一課題 整個的課題啦 延伸的這個課題 所以我們再會透過這個 四個首長的會議 來確認 但是 10月13號他不一定會把所有的問題解決 只要我們在 我們這平台會議可能會開多次 確定以後 就是他們的綜合規劃方向很明確 方案出來 就會去辦公聽會 那我希望 能夠在年底前競速來舉辦 好不好 當然因為我還涉及到 呃 我們部長跟三位市長 這幾個大方向案子 能夠 因為這個整合之後才能辦法開公聽會嘛 是是 我的話一個沒有被確定的案子 我如何來召開公聽會呢 我一定是行政部門至少 先確認 我在地方上舉辦的公聽會 才能夠讓大家 更多的參與 那因為這一條路線 事實上卡到三個城市啦 所以我們希望到時候這個 公聽會不要只辦一場 每個城市都要辦 包括台北市要辦 新北市要辦 金融市要辦 那因為這個東西影響到 大台北東區的整個交通路網的一個改變 所以我希望如果可以的話 選在假日的時間來舉辦 讓更多人能夠來參與 好不好 好 那最後我還是要跟這個次長講一下 這個是 目前 基隆人希望未來的這個基隆捷運 未來這個討論 但是因為綜合規範應該還沒到這麼細 在更細的討論都會走到 包括 未來的班次啦 行車時間 乘客的運量 還有我剛剛講的起點 終點 票價 轉乘 還有整個司空期有沒有相關的配套 整整 那我覺得這些議題最後 我想基隆人會非常的關心 那我還是要跟次長講 因為基隆市是 大台北都會區裡面 不是直轄市 所以基隆市的城市資源 不像台北市跟新北市這麼的豐富 在這個部分 確實還需要交通部在這部分 繼續給予支持跟幫忙 那我要講的是說 我要拜託次長說 不要因為基隆不是直轄市 就把我們看小了 因為基隆是國家的重要門戶 基隆港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次長再拜託你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蔡智營 蔡委員 來 繼續來 李坤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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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李桂敏 李桂敏 那個 陳素月 來 陳委員 謝謝 李坤哲 謝謝主席 請主席邀請主機總處朱主主長 來 朱主主長 還有國發會 來 國發會郵護主委 好 加工部王次長 來 加工部王次長 本席在這邊首先請教一下 因為我們在當初通過這個前瞻基礎特別預算的時候 我們就有匡列整個 這個特別預算的一個計畫經費 在軌道建設 我們就是匡列了4241億多的這樣子的一個經費 那可是在目前我們要審查的這個前瞻2.0裡面 我們也看到這個在軌道建設的經費 大幅的一個縮減 那在這個部分我想先請教一下主記長就是說 縮減的經費我們用到哪裡去 用到哪些項目去 因為軌道建設它目前已經有何類的 不是 有計畫的是有41項 因為它各種原因 包括說過地方它那個線路的選擇有不同的意見 所以無法在原規劃工程期限內完工 這工程進度有延後 有延後的話 變畢的預算有遞延 所以並不是計畫不做 也不是說把它挪到其他地方去 也就是說將來會做 將來會做 那可是我們現在預算簡列了 我們 我覺得 就是我如果把預算編列下去不能執行 那一個是反而是有執行率的問題 將來如果說到它可以做的話 叫那個 國化會就會編入 那一個的 他們計畫通過 我主計統處就會編列預算 謝謝 對 那我們就是說看到在第一期 第二期 甚至現在第三期 整個軌道建設 我剛剛核算起來 我不曉得正不正確 如果說不正確 再請主機長再說明 984億嘛 那不到1000億 那等於是說跟當初 軌道建設匡列經費相差甚遠 那這樣子會不會影響到整個 前瞻基礎特別預算的總金額 就是8000億的這樣子的預算 對 如果它真的沒有辦法 在這個8年內把它編下去的話 只要是計畫通過 我們將來可能有一部分 會在公務預算裡面 在公務預算裡面 那因為在軌道建設的經費 是非常的龐大 這樣會不會排擠到 公務預算的這個編列 如果這計畫通過有在執行 我們不會說執行到一半 不去 那個是整個預算的優先次序的排列 好 那 謝謝 當然現在地方鄉親 也是比較擔心 就是說這個 計畫是不是可以如期如止的一個完成 都有掌握 都有掌握 那事實上本期在這邊要說明一下 就是說在整個前瞻基礎特別預算裡面 事實上有些項目是讓鄉親很有感的 所以我們都曉得說 在未來第三期裡面 我們在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做一個調整 增列 這是本期的一個建議 那另外就是說 像地方有一些需求的一個建設 那我們不斷的那我們不斷的一個反應 那我們不斷的一個反應 可以提到一定是否就要用 還有這個造型的公司 原本向要先拿去 這個建設立在裡面 是一個公司的 先拿去 那這一個 我還會給你 還有最新的公司的 應該是在設計中 有在設計中 然後積極線的改善也是在 現在都是都可行通過 現在已經在設計中 然後鐵路裡面的彰化高架 跟跟這個延伸 就是那個台中捷運延伸 可行已經通過了 那現在他應該是進入這個 中規的這個這個階段 我想要再彰化幾個案子 在陳委員非常關心 那後來在整個進行的速度 早上部長有談到都已經加速了 那目前就是說 行政程義走完 就是往這個施工的這個經費來編 目前大概是這樣 是我想就是說 軌道的一個運輸是最便利 而且省時的 那如果說讓整個台鐵高鐵 還有這個捷運都能夠 連成一個完整的路網 對地方發展是有很大的幫助 那以我藍章話來說 這樣每次的連假 因為這個浦岩紮道的一個管制 所以幾乎讓觀光客 很難進到藍章話來 所以我們藍章話的觀光業者 那個觀光工廠 真的是叫苦連天 所以我們期待說 在藍章話的這些軌道建設 能夠儘快的能夠如期如指的完成 讓我們藍章話的一個 交通能夠更加的順暢跟便利 是是 我們這個來 繼續繼續努力 謝謝 好謝謝 謝謝 陳淑岳 陳委員 來繼續來 李桂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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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鄭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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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主席 我想請我們交通部王次長跟 國發會郵副主委 來 王次長游副主委 鄭偉好 是兩位好 這個今天是高雄市議會的這個 啊 市長施政報告跟總質詢的時間 這個也是陳其邁當選市長以後第一次 正式在議會質詢 那他今天也有正式的在議會再次的宣示 好 這個也是陳其邁當選市長以後第一次 宣誓說在這個109年 也就是今年年底 市政府會在環評的部分 捷運黃線環評的部分 會把它完成送出來 然後呢他也在9月23號的時候 受訪的時候有再次宣誓 四大優先裡面的交通優先的捷運黃線 一定要在111年來動工 那也就是他兩年拼四年的這個 他剩餘任期的結束前 他希望可以來做 可是我回去如果看 我們原本的預計的時程表 因為我們有個失落的兩年 所以其實都delay了 我們看到說在現在是109年 其實可能都已經核定完 再進入土地取得的階段 可是現在呢 我就說這過去這兩年 已經不知道該怎麼說了 總之就是現在有delay的狀況 那delay的狀況 我們現在又看到這次的報告送出來 這個前瞻的第三期 就是因為有一點進度的delay 所以啊你們舉例說明說 有哪一些暫時還沒有用到的 就把高雄黃線寫第一個 所以我們其實是很焦慮啦 我們在跟時間賽跑 那我想中央地方現在的民進黨執政 你們應該也要跟時間賽跑才對啦 那好那我們再看下一頁 那下一頁裡面 我們現在要看這時間表 這時間表裡面比較近的應該是 今年的3月31號 高雄市政府提出第一次的這個 這個綜合規劃 那我這一審就三個月超過耶 然後呢在7月13號書審退回 那8月1號就提出第二次的綜合規劃 那到今天已經10月了 還是還沒有看到結果 我可不可以先請教一下你們 不要只有一個結果說 捷運黃線已經沒有編在 暫時沒有編在第三期 那到底要編在第幾期 我們自己一廂情願的說 我們今年底要什麼環評OK 111年要動工 我們真的很不希望我們那裡 勁勁勁喔 在中央卡關喔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這個 次長我們這個 第一個我的題目就是 第二次綜合規劃 你什麼時候會出爐 那綜合規劃會議什麼時候召開 什麼時候會有結果 有沒有辦法就跟著環評 然後呢 趕快讓行政院 有機會在今年年底 或者是明年什麼時候核定 我們可以開始一直往下走 那個 跟委員報告 跟趙委員報告 目前這樣 現在第二次綜合規劃裡面 主要在這個 你這裡有談到這個 七十三退伍的時候 在行政院有個意見 嗯 就是澄清五甲線 是不是採取不問 或是權限高價的可行性 請這一部分 因為他經費非常的高 大概一千四百多億 如果他把它調整後 可以至少減三百億以上 所以這個部分有責成那個 高雄市政府在研究一下 那目前我知道他們研究的結果 還是除了在鳥松的出土段以外 其他都還都還維持地下 但是我們現在 我們出審意見是希望他把 就是說 譬如是跟市民的溝通 是大家還是騎在地下 把這個研究寫清楚 那我們這部分再送到這個 行政院 尤其國發會這邊來審 那當時 在 在行政院國發會的委員裡面 是有這樣的一個建議 所以我想說這部分如果他們改好的話 在行政流程上 我們交通部盡速把它來處理 所以我具體問一下 這八月一號所提的這個 第二車綜合規範 你們已經有再有修正的意見嗎 還是會有一個 因為他對於7月13號 裡面談到 剛才談到 澄清五角的高價部分 沒有說得很清楚 對 所以八月一號有在送嗎 對對對 所以我們是希望他 他送過來以後 我們希望他在整個在 再好好的這個 把理由寫清楚再送上來 只要高雄市政府再送上來 我們就 就是會往這個行政院來送 這樣 我們加速啦 我想這部分我們很關心 會加速的進行 是 這個我們 其實我們部長也是當過首長 一定知道這個時間的緊迫性 那所以呢 如果我們往下再推的話 好 就出交通部 然後到行政院核定 你們有沒有自己的一個 騎乘目標是什麼時候 我們到底敢不敢得上 第四騎的 的錢啊 要不然到時候前瞻全部結束了 結果捷運 高雄捷運黃線趕不上 會不會有這個情況 我想這邊不會 事實上我跟委員報告 在行政院他 他縱然在每一個項目 不管有沒有放在前瞻 他都要走完 所謂中長期計畫的這個勝差 是 這個狀況會過以後就是 確保他在中長期計畫 每一年都有預算 所以在每一年預算 他只要走到 比如說中規環品 他下一階段可能走到設計 我們就會變設計的錢 不管在前瞻或在一般預算 但是他前提就是 走完中二規畫有行政院核定 這個過程 你講的這個是很重要的承諾 所以我要再追問一下就是說 假設 當然我希望這個情況不要發生 因為第三期看起來就沒有高雄捷運黃線 那可是你說如果說沒有在前瞻 你說設計規劃的經費 你們部裡面會編公務預算來處理 是 他這樣 事實上因為就是剛才委員所提到 他有延誤一陣子 他的一二期有八千五百萬的這個規要費 就是中規的費用 他現在還在進行 我想說這部分的錢 我們當時有跟他討論 是覺得在下一期裡面可能還用不到 因為他一二期還沒用完 大概是這樣 我剛才講了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 只要他通過核定 我們就一定會編錢給他 這件事一定是這樣 通過核定就一定會編錢 這個很大條 這一千四百多億耶 編錢他會從設計開始 我知道 設計然後每一年的預算會分 不是一次就 就那個一千多億這樣 好 我時間已經到了 就最後就是再請你承諾說 這個行政只要核定 這件事情 無論從哪裡出錢 錢都是會把它編出來對不對 是 應該是 現在的成績是這樣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趙委員 來 我們繼續請楊瓊英 楊瓊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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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李德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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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來 廖婉如 廖委員 好 謝謝主席 我請一下 交通部長在嗎 不在 那個次長 汪次長 好 次長 黃國財 黃國財 黃市長 哎呦 哦 黃市長 你好 謝謝 我想 針對前瞻計畫這一塊來講 其實昨天在院會當中 前瞻做一個質詢當中 我也提過 那 昨天是部長出席 那我還是要提一下 針對整個前瞻計畫 既然 前瞻計畫就是很多公共工程當中 公務預算無法執行的才編到特別預算對不對 是 對 那尤其 這些重大的建設 除了 大型的 就像我一直覺得在立法院審查預算當中 我常常覺得 國家在投注公共建設當中 往往 就都是 那 那小鼻子小眼睛 都一點點預算 根本做不了事情 那這一次好不容易有一個前瞻計畫 那我們更希望說在軌道計畫當中 或者是整個 整個整體的規劃當中 有大型的 未來性的 就像你們所講的 報告所提的 這是規劃未來30年 台灣經濟產業各方面的發展的基礎 對不對 但是呢 我發覺 有時候呢 這一次的 就是把 那個軌道計畫 挪了 2300億在城鄉建設當中 當然我是覺得 我個人來講 我是覺得很離譜啦 為什麼 這些錢就是平常要不到 所以才用特別預算來做規劃 那現在呢 政府把它說 反正到113年之後 還要繼續做呢 所以呢 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我們就先挪到城鄉建設來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那我是覺得 應該保留 如何保留 當然是主機單位 去做規劃 或者是你們原來在規劃 前四年跟後四年就規劃 就 就預算的 分配 就是錯誤的 那 總而言之 在整個前站計畫當中 我是覺得 我覺得 應該有它的未來性 其中未來性當中 我更要提出質疑的是 我們交通部這邊的 在屏東縣 屏東就最南端 的交通建設一直都被忽視的 我想我第一次當立委的時候啊 我看到那時候還有國工局 看到的環島高速公路網 看到的環島鐵道計畫網 可是現在呢 歪格起刀啦 書花改 書花改 不知道改幾次啦 那南橫國道也不見了 那我們屏東 到底要給我們什麼呢 對不對 南二高 最後到林邊到大棚 我也是最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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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段 才給屏東 這一次的所有前瞻計畫當中 在這一期就最近 院長在108年 才跟我們講 不然放1億給你們做高鐵南延到屏東縣 我要強調一點 屏東縣的規劃 1億 結果呢 送到行政院又沒有核定 啊其實我要跟那個 那個交通部講是 畢竟 交通建設是地方發展的一個 命脈 你們要完善的交通 根本沒有辦法發展 所以各個縣市都在爭取 那今天呢 在整個前瞻計畫當中 我們只看到這一點 其實我要很誠懇的 跟交通部提一下 高鐵南延到屏東 不是到六塊錯而已 跨過高平溪 屏東市跟高雄市的話 就隔壁一個高平溪 你跨過來 從新那個新左營 繞過來進屏東市 都要兩公里 屏東市就在最北端 屏北地區 有很多高美大橋 什麼還有里嶺大橋 然後雙元大橋 還有高平大橋 都可以往高雄走 誰會到屏東來做高鐵 這是我們質疑的地方 所以我們希望的是 南延到潮州 這是我在強調的 最最重要是 在建構的交通網當中呢 很重要是 快速道路 都已經到 南州了 轉到大鵬灣 但是終點在南州 其實現在你們最頭痛的 這墾丁 關國家公園的 塞車問題嘛 那其實你們現在把鐵道的那個 那個 輕軌鐵路都把它取消了 沒有核定重新檢討了 是不是能夠納入 從南州到恆春 快速道路 這條道路把我們建構起來 這樣的話到台東 你轉彎到台東也沒辦法了 沒有南橫國道 至少也有 到墾丁解決我們整體的交通問題 而且在整個 蘇運旅客當中 也可以解決 當然最早最早 我第一任當立委的時候說 哎呦沒有副地不能蓋 結果我現在覺得可以蓋啦 為什麼 舞陽高架橋都蓋起來了 為什麼恆春 在整個仿山鄉最 腹地最小的地方 不能用高架呢 能不能解決 可以解決嗎 市長 我那個 我跟委員 那個廖文報告 就是說 事實上 嬌木投資在 屏東 有很多的計畫 那剛剛第一個 您提到的高鐵延伸 六塊豬 的確我們現在送到 院裡面現在院還在省 但是我想要那個院長已經也 我們是希望延到潮州啦 延到潮州可能是下一個階段 下一個階段 下一個階段 現在一百零九年 我跟院長講 下一個階段大概一百九十年啦 那個 我跟那個 委員報告 我們到六塊豬的精神就是要 你到六塊豬 蓋十年 要去十年 你要說延到潮州 現在不規劃的話 我們再等個十年之後再來規劃的話 要延到什麼時候 一百零九年 一百一十九年 一百一十九年 整個計畫的進行到六塊豬啦 那六塊豬為什麼在 高鐵這個已經定案了 我還誠懇的跟次長講 交通部在規劃當中 把南州 沿到墾丁的快速道路 趕快給我們做一個 可行性評估 趕快規劃好不好 我們目前這樣 就是平南的部分 在公務總局有一個 瓶頸路段的改善計畫在進行 瓶頸在哪裡 瓶頸 瓶頸 瓶頸路段的改善 瓶頸路段 好啦 妳就提書面喔 好 給所有 屏東的這些委員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主席 我們有一個提案 希望把它納入 其實不是說用 其他的 道路來替代啦 等一下 直接快速道路 從新左營下高鐵 就可以直接快速道路到墾丁 我相信就解決 所有交通瓶頸的問題 謝謝 好 謝謝 來 我們接下來張祺路張委員 謝謝 謝謝 謝謝主席 我們有請那個 朱主機長 還有那個 王市長 謝謝 來位好 主機長 還有市長好 好 我想先 我這邊因為時間比較短 就是 也先請教主機長幾個問題 然後 頭一個就是說 這一次的 這個 軌道的這個建設 我想很多委員 大家 我們這邊都很關切 因為最主要是說 覺得他這個預算變少了 那現在的話 其實 我們這個蘇院長也承諾 說這個該易住的經費 一分錢都不會少 我想這個 院長這邊已經指示過 好 那這個地方應該是沒有問題吧 到時候 主機長 主機長 是的 因為兩年一次 兩年一次 兩年一次 這個 這個工作一定 要在這個 兩年完成 而且要在這個時候 付款 對 好 那個 在編了裡面要 然後院長也承諾了 說一定 就是一分錢也不少 那 這邊是部長 交通部部長 這邊 也是說 反正超過四年重大的期限 這個就會用年度建設預算來編 這個次長 確認了 對 目前的經費八年到一一三 那一一四三以後的 如果他做不完 主機長 對 就是說 已經確定的 他會用各種方式 反正就是我們至少有這個承諾 就是公務預算也要把它做完 是的 好 那謝謝總長 那往下 那現在是這樣講 就是說 我們現在也已經承諾要做這些事 用公共建設的這個 就是用這個公務預算 就算是八年弄不完 我們也承諾了 不過我現在要給兩位看一下 再往下 這個是林全院長 前院長 他當時在這件事的時候 一開始說 被專訪 這是2017年的時候 他有特別談這件問題 什麼問題 就是說 為什麼要用特別預算來編 而不用所謂的這個年度預算 他指出了三個大理由 第一個就是說 所謂年度預算不會被特別檢視 但是特別預算可以被特別檢視 我有highlight起來 第二個就是說 年度預算包山包海 但特別預算不會如此 那到時候 還是不是能夠那麼樣的 真的把年度預算做完這件事 他懷疑 那最後其實他還有一點 在他最後面 就是說 反正他認為特別預算是外加的 他不會再 內涵到年度預算去 那也是好處 現在我的問題就這樣子 這個現在我們目前的這個做法 不管是蘇院長或者是林部長現在的承諾 這不就是剛好打臉了這個林全前院長嗎 那不是 因為齁 我必須說明一下 我們也希望在這個八年內能夠做成 但是因為各種原因做不到的話 好我們就只好 可是這個你怎麼回應這個林全院長講說到時候用特 用一般預算是不好的 而要用這個特別的預算 我就可以跟他解釋 到時候我們是不是乾脆要編個特別預算 再繼續編才對 不會再 會不會再編特別預算 將來再來檢討 但是就目前沒有這個打算 沒有這個打算 好這個你要承諾 但是其實這真的是打臉的林全院長 因為林全院長當時就希望說 因為這件事是特別的 而且是前瞻性的 所以我們要用一個特別預算 他不要去跟那個一般預算去衝 我們希望這樣子 可是基於各種原因 因為時空環境改變 環境改變的時候 我們就會 如果我們政府常常都是用這個 這真的會折損我們這個民眾的信心 沒有問題我們往下 其實當然我還是要問幾個問題 當然再來就是說 我們是不是這邊都有 具有自償性往下 其實這個自償性這個問題 就是說什麼 其實我想這兩位也是專家 也不用我多說了 很簡單講 他有這個經濟的自償性 也有財政的自償性 尤其財政的這個 經濟自償性這邊 其實談的我們直接往下 就是說最後 其實王市長是專家 就是整個TOD 就是說我們這個軌道建設 交通建設下去之後 我們整個這個TOD 到底 因為我們現在都在高估這些事情 其實次長 您以前當過高雄的局長 您也是高雄交通的大家長 您也知道 捷運當時就差點撐不住了 對不對 高雄捷運就是因為我們一直高估運量 然後我們的那個開發 他後來沒有搭配上 所以這個才是真的問題 所以現在我們其實是比較擔心的 我們支持這些東西 我們真的非常支持 但是我們擔心到時候 這個自償率上 尤其是經濟的這個部分 TOD的部分又出了問題 您覺得呢 張偉所言 真的是高雄捷運 就是靠三大機場來支撐 所以他現在賺錢 那的確 我們過去在評估 不管是捷運 還是這個鐵路的改善 我們會把TOD都放在裡面 很重要的部分 比如說 車站 包括一些他的開發 或是地方政府配合做一些都市就要調整 這個都是我們 從過去的經驗來看 就是說這個很重要 這個真的是非常重要 因為說實話 市長你們其實真的跟國發會要好好演你 因為我們知道軌道建設只是其中的一小環 他真正他要發揮效益是要靠別的 光靠這種票軌收入這些都不用談了 他也沒什麼自償 其實要靠的就是 最後我們還有一點 當然也是跟大家分享提醒一下 就是說其實未來的科技還是會進步 而且這個產業的這個發展也很快 尤其 往下 直接往下 其實未來還有很多這些東西都會出現 我想 市長您是專家 電動車自家車共享這些一大堆 其實這些進來之後還是會有影響的 我覺得我們還是要仔細想 另外一個就是我最後在10秒鐘 就是說我們之前說要發展 這個所謂軌道的這個建設這邊 要有車測中心 要有鐵道研究中心等等這些也花了10億 但是目前績效確實沒有看到 這個是不是還是要請部裡面給我們一個 在這個方面的說明 因為你們花了10億現在只有基礎的建設這些東西 但是到底我們未來國家會不會有鐵道產業 我們並不清楚 也看不到目前 這個真的要請交通部多多努力加油一下好不好 我們現在有一個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 我們現在有鐵道的這個 我們產業的這樣的一個小組一直在進行 那過去上臨政院所提的不管是電動車 還有這個軌道 我們事實上都希望它有一些比例是用在 不管是維修或是零件的供應上面 這些有在進行 市長做出產業啦好不好 市長你就弄一些書面 用書面跟委員 給張委員好不好 好謝謝 謝謝 好接下來 洪孟凱洪孟凱洪孟凱委員不在 鄭麗文 鄭麗文 鄭麗文委員不在 莊敬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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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邱志偉邱委員 來邱志偉邱委員 請主席 請主席 教務部 張市長 來王市長 邱氏理好 市長您好 軌道建設變至401億 第一個問題請教 鐵圖地立體化跟通勤提速 大概變多少錢 多少 107億 啦齁 嗯 大概有幾個縣市都在做 嘉義、台南、新竹 還有桃園地下化 我關心的就是說 左營南紫 左營南紫的這個 立體化或者高價化 有沒有一個初步的雛形或者方案 因為我為什麼要這樣問 因為這會牽涉到後面 這個鋼山路主要如何達到立體化 未來我們是期待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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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期待什麼嗎 對啊,你要聽我說嗎 我期待 這個鋼山路主會成為高雄市未來的副都心 公司你也知道 一定是慢慢的現場 喬科之後加上原來的路科 所以我們不能起中心 人口飽和 相關的這個用力也不足 所以一定是往北 往北就是從橋樓開始 橋柯就是鋼山路主 所以未來要帶動一個城市的發展 這個鐵路立體化非常重要 我想請教一下 左南鐵路立體化有沒有共識 現在這樣齁 那個我們一般是這樣 可信性階段是地方政府提出 就過去高雄鐵路的三段的地下化都是這樣做 所以如果高雄市政府現在這個市長 他希望把這個走營跟男子 折成由地方提上 由下而上提上來 我們會 高雄市政府有沒有針對這個左南的立體化提出相關的方案 現在沒有 那我也曾經在這個交通委會有提案 希望說交通部能夠協助高雄市政府來評估 鋼山路主鐵路地立體化的一個相關的計畫 這個部分有沒有執行 沒有 因為 因為 還是要 我想 新的市長來可能會 對啦 我是說已經有政治提案 你們就會去執行去協助高雄市政府 怎麼樣把鋼山路主 因為未來啊 還有很多這個平面的這個 平交道 會影響到城市的發展嘛 所以你的立體化是非常重要的 對 我想 如果他們提出來的報告是可行的 那我們會來 所以你說這個是由下而上 但是你這個交通部要協助啦 沒問題 沒問題 這個 另外啊 鋼山路主延伸線 第一階段部分 第一階段部分 你要什麼時候 預定 原先預定什麼時候要通車嗎 鋼山路主 告訴你 這個我比你更熟啦 這個今年年底本來要通車啦 那最新的進度是說 最快最快啊 要111年底 阿曼要113年年中六月的同車 為什麼會造成這種延宕 他們主要在可能機電花包上面有些困難 招標 招標困難 四次流標 為什麼會四次流標 原因 這個交通部有沒有掌握 我想應該齁 就是說這個事實上在過去鐵路延伸的時候 他面臨一個共同課題啦 假如你要用原來的機電系統的時候 你就要看這個原來這個機電的供應 它的價格 所以就給地方政府跟這個交通部一個好的一個教材嘛 你EA你沒有辦法涵蓋機電 沒有辦法涵蓋機電 所以他就沒有廠商願意去承攬去投標嘛 所以就一而再再而三的流標 所以這部分你在制度設計上面看看是怎麼樣來處理 才能讓這個流標的狀況不要這個太頻繁發生 因為延伸段齁 一般這個事實上跟桃園的那個 我們居長今天延伸一樣 延伸段的這種機電的進會比較少 所以一般原來的機電廠商 因為你如果用別的機電廠商 我希望齁這個 市長你也是高雄市 局長你也非常瞭解 這個剛剛路逐捷音線 紅線延伸對高雄市未來發展至關重要 請你站在交通部次長的角度 一定要全力協助 另外啊 兩個直下市的連接啊 透過局運 台南都會區跟高雄都會區連接 就是捷運高雄的延伸線 延伸到這個 延伸到台南市的捷運的紅線 這個部分啊 交通部掌握的情況是怎麼樣 目前沒有人沒有提出來啦 還沒有提但是我知道 台南捷運系統裡面 台南捷運的這個紅線 它是未來要串聯高雄市的紅線喔 是是是 那這個部分交通部支持嗎 就是說 兩個自家市的連接 這部分事實上 在過去我當局長是很樂觀其成啦 但是就是說 目前沒有一個計畫是 比如說是台南或高雄提出來 台南跟高雄的紅線 你知道你有補助台南市的這個先期運輸系統 就是他們捷運的規劃 有有有 他們如果整體路網有提出來 對啊 你規劃了 你你補助他一億多 一億千萬 那這個他們規劃報告什麼時候會 會有進度呢 他們目前有好幾條線啦 有藍線有紅線有綠線 三條綠線 當然是樂觀其成 你看 台南科學園區 串聯高雄科學園區 陸主 在串聯喬科 這變成一個台灣最重要的科技狼帶 科技狼帶 員工的通勤 這些部分 如果有這個兩個都會區的捷運 能夠連接 非常好 樂觀其成 交通部樂觀其成 全力協助 全力協助 怎麼樣 樂觀其成之外要全力協助 好 如果他們提出來 要有地方先提出來 我會叫他提啊 那你要全力協助 而且使命必達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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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邱委員 接下來 余天余天余天不在 何欣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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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周春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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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陳廷飛 陳廷飛 陳廷飛不在 我們請中嘉賓中委員 主席在場委員先進 列席政府機關首長官員 會場工作夥伴 媒體 這個女士先生 有請次長 來 王次長 來 王次長 來 王次長 中委好 來 次長好 請問一下次長 當年的中山高速公路 是為何而建 是因為為了客運 還是為了貨運 你覺得呢 嗯 當年的哪個量比較多 當年 應該說都有啦 好來 其實當年中山高 然後開通之後啊 長途的客運車 馬上 紓解了我們台鐵 一票難求的壓力 對不對 可是後來有了高鐵之後呢 其實呢 我們來看一下高鐵 欸 高鐵之後呢 不是 高鐵之後齁 其實呢 我們發現高速公路的客運啊 很多都被高鐵 分攤了 反而他現在呢 很多的物流啊 成為我們中山高 成為我們台灣物流的 非常重要的運輸 對不對 因為物流他可以晚間嘛 他比較不怕時間霧點嘛 OK好往下看 所以呢 那請問台灣高鐵的主要服務客群是哪些 是觀光客 通勤族 還是商務客 現在三個都有 都有 哪個比例比較多 每天到南北去上課的多 還是觀光的多 我看觀光都是搭蟒鳥啦 通勤的有啦 好 要去 休學位的啦 但是基本上還是拿公司出差費去搭的商務客很多啦 好 那我們下看 武漢肺炎之後對於跨國移動的影響 我們看世界旅遊組織啊 國際旅客會急劇的下降 在意後的各國呢 他們都會發現呢 開放哪些人路徑 商務旅客 技術專才 留學生 醫療人士 觀光客不在名單之中 我們繼續往下看 我們看到這個新聞 比利時的工程師來武漢肺炎 逐機片級 張宗北宜曾經搭高鐵 離岸豐電產業的比利時級工程師 他需要搭高鐵 對不對 為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呢 商務旅行啊 可以透過 商務旅行可以透過視訊會來替代 但是技術服務 檢修維護等實體呢 無法來替代 所以我們問一個問題 什麼樣的產業需要仰仗高鐵 短時間內在島內去移動 哪些產業需要 未來需要高鐵 光光吧 光光 剛剛就告訴你了嘛 對 未來的視訊 可以解決商務客 會議的人 但是技術專才 我們往下看 技術專才呢 他們是沒有辦法 這些實體服務往前 這些技術服務 檢修維護 這些實體執行 是無法替代的 我們從比利時的風電工程 看得出來 往下 再往下 來 台東的火星業者說 每週可以發射兩枚 為什麼 他說 未來有很大的市場 有五萬顆啊 未來的太空產業可以帶動 如果在台東的話 產值可以超過50億 我們再往下看 其實呢 未來產業太空產業 未來到2040年 有一兆 一點一兆美金 每年估計有超過850顆 小於500公斤以下的衛星需要發射 為什麼 5G的時代來臨了 小型的衛星 通訊的衛星 都是我們要靠的 好 那我們往下看 全世界有哪些地方可以發射火箭 要靠近赤道 最好是東邊面海 因為呢 可以提供離心力呢 把火箭甩出去 台灣是其中之一 所以 我們往下看 火箭發射戰呢 帶動了美國 德州 Houston的產業鏈 再往下看 再往一個問題來提醒 請問次長 你認為是先有足科還是先有中山高 中山高是 哪個先核定的 哪些先決定要蓋的 所以因為中山高蓋了之後 我們足科變得跟台北 機場很容易方面通勤 所以引發 引起了科技人士來到 還說因為我有了科技人士在 足科 所以我們趕快蓋個高速公路 中山高 便於他大台北到新竹之間的通勤 不曉得 我們往下看 特斯拉齁 在台灣的供應鏈是這樣子 為什麼特斯拉會選擇台灣 因為他們說台灣在一個小時車程之內 特斯拉需要的靈魂通通找得到 再繼續往下看 這是我們屏東 剛剛邱委員提到的高雄 跟太空產業有關的金屬產業呢 目前有屏東 有高雄 再往下看 如果未來台灣有機會去參與的太空產業 在台南的沙倫研發 在高雄檢測驗證 在屏東組裝製造 在台東發射 這樣的太空V型狼帶 也剛剛邱委員所提到的 請問這個產業要靠什麼 軌道交通建設 我們往下看 產業的基礎建設是什麼 交通嘛 那交通建設的基礎什麼 要靠產業 怎麼說交通建設 如果它的營運 沒有個基礎的用量的話 這個交通建設很容易投資不下去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次長 目前我們前瞻的軌道建設 是支撐我們前瞻軌道建設的 是在支撐什麼產業的基礎 你認為我們現在的前瞻 基礎建設 我們這個軌道建設 是未來台灣哪一個產業的基礎建設 就是我們相關 經濟發展的相關產業 很大啦 我剛剛就給你提示了嘛 太空產業可能是一個 離岸風店的工程師 搭著高鐵爬爬罩 為什麼 因為在後疫情時代 這些實體維修的技術高級人力 它需要迅速的去做實體維修實體服務 那請問一下未來會是誰在使用軌道建設 短途的通勤 飛機的 不可能 軌道的商務課跟觀光課 會慢慢的縮減在底下的這個問題 所以我最後要請教一下 屏東的高鐵站 不是為了一個高鐵停車的車站 高鐵的屏東站區 它是一個產業特定區 等著這個 因著這個產業特定區的需要 而來設站 所以你可以說 我們把高鐵開到那裡 雖然那個地方呢 可以設一個特定區 你也可以說我們要發展特定的產業 所以高鐵要在那裡放一站 所以我最後要請交通部做一兩件事情 請交通部對於國土軌道的規劃 建設規劃 台鐵高鐵捷運 在商務上使用的角色 課程分析跟未來使用課程和人口分佈 交通部有沒有做過這個研究 我沒有研究過高鐵南沿是 我不是在講高鐵南沿 我在講國土的軌道建設 你這三個鐵怎麼去處理 第二個 高鐵研究到屏東的綜合規劃 應該要把未來要服務的產業基礎 跟它的客群使用客群放進去 請問次長 能不能把這樣的報告 請交通部交代特定的單位研究後 交通部交給本會 好 那個好像我們的 基本上是要提出 分析沒有 但我們要提出 無論如何 在公司 處理的 務占法院 前線 實際上 五百九十六萬一千元 恆春半島風景區每逢週末與例假日都會發生 車輛回毒與塞車狀況 萬一發生緊急事故 民眾更擔憂及救車輛南以北上 增添救護困難 原要求交通部應於兩個月內 嚴厲規劃興建從南州延伸到恆春的救命快速道路 平南快速道路可行性評估報告 並應採高價興建方式 一來可避開大量土地徵收的問題 二來快速道路帶來的便捷性 將大幅縮短沿線的行車時間 以帶動地方觀光產業及促進地方經濟 提案人費洪泰林德福 曾名中廖宛如 第二案 為幼齡兒童搭乘台鐵客運優先購買座位車票 保障幼童搭乘台鐵車安全舒適之權利 鑑請台灣鐵路管理局 於三個月內言理 延價期間網路購買幼童實名制提前訂票系統 提升我國幼兒童搭乘公共運輸車輛福利 提案人莊瑞雄聯署人林德福 陳嘉華費洪泰林楚英郭國文 第三案 有鑑於第十三期願斑 道路交通秩序及交通安全改進方案工作計畫實施策略中 善用大數據分析診斷地方交通增結以減少事故並降低社會及醫療成本 經查截至目前為止 交通部並未針對外送機車事故做出相關數據分析及對策 原要求交通部依照第十三期願斑道路交通秩序及交通安全改進方案工作計畫與內政部研議 在違規及肇事相關統計中增列外送機車註記以工作為日後道路交通安全政策參考依據 並針對外送林亭區的政策及是否會造成交通衝擊進行影響評估 提案人江永昌郭國文高嘉瑜 第四案 因疫情影響截至目前民宿歇業278間 觀光旅館歇業四間旅行社申請提案18間解散13時間 即已創下近五年新高經查交通部的觀光振興措施 於二次與兩次追加預算皆無分配到 是以交通部之觀光發展基金支應4.5億的觀光振興措施 預算支應 但該基金主要來源之機場服務費收入大量大減近九成 支出大增收入大減的情況下 預估年底基金余額僅剩7600萬元 實不足以應付安心旅遊補助退場期 以及觀光傳統淡季的到來的難關 建請交通部應妥為規劃經費來源已支應 振興觀光措施 確保有效提升國內觀光旅遊產業信心 提案人郭國文林楚英 請莊瑞雄林俊憲宣宣讀完畢 好謝謝 來我們現在四個案子齁 我們首先針對第一個案子 請問那個交通部啊 有沒有什麼意見 遵照齁 遵照齁好來 第一案就招案通過齁來 我們來第二案 來交通部 第二案也是招案通過齁來 那第三案 第三案有文字修正 有文字修正來 那個江委員他要文字修正 有有 第三案的話就是有跟提案江委員 就是做過溝通齁 那我把文字修正在這邊做個說明 就是在倒數第四行 與內政部研議在違規及造勢相關 就是把違規及這三個字刪除 然後另外再倒數第二行 就是 並針對外送臨庭區的政策 及是否會造成交通衝擊 那這句話改成 並針對外送臨庭區的政策 和地方政府會商討論 是否會造成交通衝擊 那以上大概只是做文字的修正 江委員修正沒有問題齁 好那沒有問題我們就招案通過齁來 來第四個案子 遵照辦理齁 遵照第四個案子遵照辦理齁 遵照辦理齁 好那我想這四個案子 我們就這樣處理齁 那接下來我想我們 呃這個整個報告跟巡答已經結束齁 那今日呃這個 有委員 有委員 質詢及未及答覆 及 或請補充資訊 請相關部位 以一週內 以書面來答覆 那委員另外要求 再期限者 呃這個重啟鎖定 齁 那這個 其中有委員 書巧會 周春明 余天 洪生漢 所提書面質詢 那還有羅民財委員 所提的書面補充資料 齁這個 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並請相關部位 以書面來答覆 那本次會議 議程已進行完畢 要是有不在場的委員 或補充 呃補提書面質詢的 一併列入紀錄 刊登公報 並請 議事人員 協助 處理 上會 休息休息 明天要繼續啦 休息休息 不是上會